十岁那年我爹看我随了他的长相 急了 为了避免我长大嫁不出去 连夜把我嫁给了十岁的皇上 我出嫁的当天锣鼓升天 南忧皇都的主干接到十里红装 可我太小了 凤冠都撑不住 还是以前常年跟随名夫人身边伺候的贴身婢女清华 一路给我捧着凤冠进宫的 凤琴浅在正门太化殿接人时 轿子刚停住 一个圆嘟嘟的身影便滚了出来 连着滚出好几大步 才停住 我身子小 起得又早 一路都是迷迷糊糊的 在场迎亲的公妃大臣 奴才婢女都看笑了 凤琴浅看着离着自己还有几步远的奶团子 没好气的想 他若是在争气的多滚几步 他都不必走过去迎候了 凤琴浅虽然有几分嫌弃 可还是将我从地上捡起来 义正言辞的维护了我 敢嘲笑皇后者 皆以战必论处 众人便鸦雀无声了 我回过神来 站在青石板上 呆呆的养着脑袋看着凤琴浅 嘀咕了一声 长得真好看 凤琴浅的脸黑也不是 红也不是 他居然被一个三岁大的奶娃娃调戏了 虽然他还未及惯 可好歹去长他七岁 走吧 正牵着你上太化店昭告天下 可我小 腿也短 太化店的阶梯太长 上得格外费力 凤琴浅看不下去了 索性将握抱在腰间 滴溜上去 在百官眼里 三岁的小皇后 就像是一只挂在腰间的酒壶 登上最后一部台阶 凤琴浅站在高台上 一身烈烈红袍迎风而起 踩不到他腰间的 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迷你凤袍 金丝银线制造成的凤凰 在阳光下意义生辉 我前几日早已经被交代过无数次 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只要老老实实的站着就行 大婚的第一晚 虽然按道理币后要同房的 可因两人的年纪太小 所以都象征性的走了个过程 便准备早早的提前将一系列东西收走 大婚礼一结束 清华将凤冠藏起来后就出宫去了 他是名府的奴才 吴赵不得随意进宫的 所以跟着进来伺候我的 都是些不熟悉的新婢女 我看着一杆伺候的人 没一个是他认识的 嘴巴一憋 哒哒哒的自己跑到阮榻边 鞋子一甩 使劲一翻上去了 紧接着钻在被子里一声不吭 忍住哭意 凤琴浅沐浴完回来时 便理出了轻微亮着的几盏烛火 便是软帘床脏了 瞧见软踏背中吐出的一小团 要不是他知道 今天取了个奶娃娃回来 指不定以为是只小猫小狗呢 穿着寝衣挑开被子躺下去 凤琴浅闭眼准备入睡 不曾想我却转过身子来盯着他看 一直盯着不出声 凤琴浅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毕是也猜不透这奶娃娃要干嘛 我磨蹭了好半天 可怜巴巴的看着他 我想回家 凤琴浅看他磨蹭半天 就来这么一句废话 内心忍不住闪过一个白眼 别瞎想了 睡觉 我见他无动于衷 于是又道 清华说男女受受不侵 那你不要在床上睡 说着小眼神还直勾勾的看着地上 那意思是间接告诉他 让他堂堂一介帝王至尊去打地铺 你嫁给我了 我是你夫君 并没有什么男女之别 以后你都要跟着我住在这里 凤琴浅懒得和我废话 只想早些休息 明天还有一堆老狐狸老顽固处理呢 我不太理解嫁给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我回不了家了 紧接着寝殿里便是嚎啕大哭的声音 跌跌骗人 说我过几天就可以回家的 呜呜 凤琴浅伏额 只好耐着性子安慰了一句 别哭了 我收着眼泪 侧脸认真听着他接下来的安慰 可等了老半天 都没有半句话 我只觉得更委屈了 眼泪巴达巴达的往下流 奶声奶气的说道 你个大坏蛋 呜呜 欺负我 凤琴浅觉得一个头两的大 店外守夜的宫女听到哭声了 是倾扣了扣店门 陛下 可是有事 不用 凤琴浅一向不喜欢 无关紧要的人进入他的寝殿 可看着还在抽抽搭搭的小奶团子 凤琴浅只好再次放下身段 你别哭了 你要什么告诉朕 朕答应你便是 这总可以了吧 全天下的人都不是想听他说这句吗 明我抱着自己的小枕头 我要清华 凤琴浅眼角抽动了一下 他还以为这奶团子要借机敲诈多少东西呢 于是感叹了一下 一个奶娃娃能有多大的心思呢 是自己多想了 于是点头爽快 N准了 见他这么爽快 我内心燃烧出一丝丝小火苗 爹爹说过可以的事情 只要他随便一说就可以了 我觉得做将军没有做皇帝好 我要做 然后我趁机提出更多的要求来 我不想学规矩 不想读书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凤琴浅想收回刚才的话来的 谁说三岁的奶团子没心机的 懒得理他 凤琴浅自己先睡了 要是再被折腾一会 等会可以直接上早朝了 我绝嘴小半天 发现凤琴浅真的不理自己了 凤琴浅的一番 正面对着凤琴浅的背 咬牙狠狠一踹 奶胸奶胸的吼道 叫你抢我被子 也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凤琴浅本来就睡边上的 加上我的力气也不小 还真把凤琴浅踹下去了 咕咚一声 四周陷入诡异的沉静 我像是一只小乌龟似的背朝天 缩着四肢趴在他上装睡 凤琴浅的脸色聚黑无比 我咬着枕头装死 等了一会 发现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忍不住悄悄扭头去看 正好对上他怒气冲冲的脸 我像只做贼心虚的小老鼠 默默的打算将头拧回去的 可凤琴浅显然不打算给我这个机会 一把将我提过来 然后手掌用力朝着我的屁股 便是狠狠揍了几下 你胆子肥了 还敢踹震了 我只感觉屁股火辣辣的疼 又奈何不得 只好扯着嗓子哭 像是夜里顾忌无一的小兽悲悯一般 吓得首夜的宫女太监在殿外徘徊 小顺子抱着扶尘 皱眉走来走去 心里七上八下的 这陛下和殿下在闹什么呢 殿下怎么哭得撕心裂肺的 他该不该问问 这得罪了殿下 明将军的剑可是磨得正亮正亮的 可若是得罪了爱记仇的陛下 那他估计长子都得给挖出来喂狗 处于这进退两难的境界 小顺子的唇哆嗦了半天 然后装聋作哑了 混蛋 我明天告诉爹爹 你欺负小孩子 呜呜呜呜 不太悲伤了 说话都有些吐字不清了 你若再敢哭一下 正今晚就把你屁股打开花 凤琴浅听着他久久停不下来的哭声 咬牙威胁道 我倔倔的看着他 正准备反抗继续大哭的时候 一张嘴用力 鼻涕泡突然从鼻子里鼓起来 气氛顿时诡异的甘大经过起来 我自己也意识自己的不对劲 呆愣愣的 反倒是凤琴浅突然没忍住 扑吃笑出声来 凤琴浅心肠软了一下 却又故意硬起来 板着脸问 还哭吗 我心里恨得牙痒痒 脸上只得可怜巴巴的点了点头 不哭 别打屁股疼 以后还敢不听话吗 凤琴浅得寸进尺 企图一次压住我顽劣的小兴子 以后省得惹出乱子来 我缩作一小团的睡着 眼里含着泪背对着凤琴浅 握着小拳头 哼 我明儿告诉爹爹我也要做皇帝 比他还大的 好打他屁股 乱了一整夜 凤琴浅几乎是没怎么睡着的 到了早晨上朝堂的使臣便先起身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对宫婢们伺候着 洗漱完以后 小顺子带着我来到金兰殿 此时凤琴浅听着下面的臣子 洋洋洒洒的说着话 不知是没睡好还是有心思 整个人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南宣王躬身 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语 陛下是乏了吗 这诸是都还等陛下决断呢 皇叔说笑了 这朝中大事有诸位公古大臣 有皇叔能有什么大事 凤琴浅懒洋洋的说道 眼里也带着几分冷笑 这皇叔无时无刻不想着找他麻烦 南宣王自称的是皇叔而不是臣 这挑衅不服的意味很明显 大臣们对于南宣王的挑衅和野心 心知肚明 却无一人敢说过 刚才还在能言能语的大臣 此刻全部都装容作哑 朝堂静的鸦雀无声 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 喋喋这一声清脆 透得果子甜的声音出现 明丽听到熟悉的声音 有一刻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他闺女怎么会出现在大殿里 众人寻找声音 只看见大殿门口 是另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 我哒哒哒地冲了进来 明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家的小闺女 冲到自己面前 明丽半蹲下 摸了摸她的头 哎呦 你怎么来这了 我想了想 骂的一声哭起来 爹爹 凤琪琪揍我 她故意打我屁股 她还说要打死 我不太知道凤琪浅的名字 只是略微听过 对于我来说有些复杂 所以就成了凤琪琪 朝堂上刚才还一片紧张的气氛 众大臣的眼神突然多力思量 八卦的气息蔓延着整个朝堂 陛下打小皇后 昨晚发生了什么 名利脸成猪干涩 故意板着脸对我道 好好说 不准假哭掉眼泪博取同情 我下一刻立刻用衣袖擦了擦眼泪 垂眸掘嘴 哦 想了想又继续道 爹爹 可凤琪琪真是打我了 我没有撒谎 他们还说 以后要把我关在这里 永远见不到爹爹 见不到清华了 凤琪浅略微有些尴尬 这奶团子不就是揍了他两下吗 这人小心眼更小 至于左一遍右一遍的告状吗 而且最不能忍的是 谁告诉他叫凤琪琪的 就在众人以为我又在假哭时 名利抱起我来 轻声安慰着 他们这是和阿优开玩笑呢 爹爹怎么会舍得不要阿优呢 爹爹只是有事出去 让阿优跟着陛下住一段时间 我不要我紧紧的搂着名利的脖子 可怜得很 南宣王故意看了凤琪浅一眼 看来陛下是不太满意自己的小妻子 瞧瞧咱们这小皇后 委屈成什么样了 凤琪浅轻声道 皇叔说笑了 不习惯心地方 有些怯声 所以正昨晚才稍微教育了几句 名利拍着我的被等安抚 阿优要听话 不是左儿跟清华说好 做皇后不哭鼻子的吗 我摇头 清华骗人 皇后一点也不好 还要读书 还要挨揍 我要做皇帝 做皇帝好 可以欺负凤七七 我也要把凤七七朝死里走 文言朝堂中大臣们 差点没惊掉下巴 纷纷看向皇帝的脸色 凤琪浅眉目动了一下 脸色却波澜不惊 心里却越发确定了 这乃团子皮得紧 不打不行 都敢蹬鼻子上眼了 左儿打他几下 都要造反做皇帝打他了 陛下 阿优年纪小 不懂是非轻重 请陛下见谅 名利跪地道 南宣王挑衅的看了他一眼 笑出声来 看来明家确实是英雄辈出啊 名家小景年纪小雄心壮志 却不小啊 不过你这得问问 我们陛下同一步 凤琴浅开口道 哎呦 你想做皇帝 我咬着粉粉嫩嫩的唇 瞪了他一眼 扭头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我才不要过去大坏蛋的地方 名利虽然宠女儿 可也是能分得清场合的人 轻声道 哎呦 陛下和你说话呢 不许耍小性子 凤琴浅勾了勾手指 过来 我给你糖果吃 我刚才还气鼓鼓 是死不低头的小脑袋动了一下 片刻忍不住转回头 对上凤琴浅深邃四月光的毛子 你骗人 你手里没有糖果 凤琴浅起身 走下店来 从名利手中接过我来 我挣扎着想要下来 凤琴浅值得拍了我的屁股一下 动作很小很轻 我身子一僵 立刻老实了 生怕当众凤琴浅又狠狠地揍我一顿 凤琴浅抱着我一路走上去 将我放在笼椅上 嘴角勾起一次笑 这下满足你的愿望了 然后勾了勾我的鼻子 就这么大点出息 做皇帝就是为了打我板子 这一笑 仿佛是阳春的三月天 我看呆了一下 下一刻 凤琴浅威胁 想要不被打屁股 最好老实些 不然屁股开花你爹可就不了你 我绝嘴 乃凶乃凶地看着他 哼 我就知道 凤琴七世的大坏蛋 凤琴浅微微俯身 你要记着 正叫凤琴浅 哦 糖果呢 我问凤琴浅无奈 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怕他再次出幺蛾子捣乱 只得小声道 被我藏起来了 你若表现好 等会给你一盒子 表现不好 一颗也没有 那可以让我跟爹爹回家吗 我趁机提条件 凤琴浅看了他一眼 觉得这奶团子不傻呀 等会等着你爹爹一起吃饭 我也没多想 以为是同意了 欢喜起来 像个雌娃娃的一样 乖巧的坐他旁边 大殿上的平时与名利有仇的 即刻开始发难了 陛下 皇后娘娘坐您旁边 实在与理不合 这是其一 其二 不知道是明大人管教不力 还是故意纵容 导致皇后说出 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来请陛下知罪 凤琴浅不怒返校 饶有趣味的问 哦 李爱卿说的道 也有几分道理 你倒是给朕说说 这当以什么罪论处 陛下 明家说轻一些 就是对陛下有不成之心 说中了就是叛国 凤琴浅继续点头 一副认真的模样 嗯不错 只是叛国罪行该何处 当然是诸九族 李大人想也没想的回答道 哦 只是李爱卿似乎忘记了一件事 这皇后是何身份 名利又是何身份 李爱卿这九族 恐怕是要诛灭镇身上了 此话一出 李大人立刻诚皇诚恐的跪了 求陛下饶恕 臣绝不敢有此意 臣有误 求陛下饶恕 知错就好 只是有功必赏 有错必乏 凤琴浅似乎将一切掌握在手里 转头去问我 哎呦说说 如果有人要打哎呦怎么办 我是有些惶恐的 这坏蛋不是想变招法的打我屁股吧 于是肉嘟嘟的小手缩在背后 悄悄的捂着屁股 弱弱的道 要不 要不就算了吧 这万一是我出的主意 却打到我身上 这可怎么办 凤琴浅看见她的小模样 忍俊不禁 心情突然好了起来 这取了个奶团子 有时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转身看向下面 冷声道听到皇后娘娘的话了没 李大人即刻跪下了 谢娘娘仁慈 谢陛下丹 话才刚完 凤琴浅又道 你们都要记着 哎呦是皇后一国之母 也要时刻进着 若有人敢随意动什么歪心思坏念头 别怪天下容不得她 此时结束了 凤琴浅又道 刚才说了有错皆要罚 皇后年纪小 所以童言无忌 可明家也得有教导的责任 名利身为父亲教导不正 当罚 罚早朝结束后 去长了公贵一日 早朝散了 凤琴浅带着我先走 我一路眼巴巴的看着她 我不要躺过了 怎么了 凤琴浅觉得她的情绪有些不最近 我咬唇 一副要哭的表情 你打我屁股吧 以后我也不故意踹你了 不要罚我爹爹 凤琴浅安慰性的拍了拍她的头 我骗他们的 刚才不是你吵着要见你爹的吗 等会我带着你 和你爹爹一起用膳 用膳是干什么 好玩吗 我不太理解她的话 反正不用罚她爹爹就行 听到她的话 心情好了很多 凤琴浅眼皮抽了抽 就是吃饭的意思 我十分嫌弃 吃饭就吃饭 为什么要说那么复杂 凤琴浅看了我一眼 未在言语 别人家的孩子三岁至少会被几句诗了 可她连用膳事什么都不知道 令我欢喜的是 过了一会 名利还真的出现了 我从椅子上挪下来 哒哒哒的跑着过去了 脆声声的声音里 带着一直不住的欢喜 爹爹 凤琴浅不屑的白了一眼 这个小白眼狼 刚才还在她旁边缠着吃糖果呢 这就人来了 马上就忘记她这新人了 名利弯腰一把将我抱起来 见过陛下 凤琴浅招了招手 道免礼了 怎么算你也是朕的国杖 一家人不用如此客气 我立刻缠着名利说话了 爹爹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回去啊 名利看着我稚嫩天真的小脸 摸了摸我的头 叹了一口气 等阿优学会规矩 听话的时候就可以回去了 那什么时候才算规矩学好 我马上就感觉到了忽悠的气氛 要是他们一直说我学不好 岂不是好长好长时间都不能回家 这就要看阿优努力不努力了 若是像在家里一样偷懒耍性子的话 估计好几年都回家不了 若是听话规矩些 说不定过几月就可以回家 啊 我皱巴巴的苦的小脸 一副为难的样子 小孩子的忧愁来得快 去得也快 等午膳端上来的时候 我早已垫着脚尖 下巴放在桌子上 直勾勾的盯着流口水了 哇 好多好吃的 好香 我开始有点喜欢这里了 至少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幸福 陛下 我年纪小 还不懂事 若有得罪陛下 得罪这宫里的事 还请陛下海涵 陈这辈子就证一个女儿 希望在阿优吉吉前 陛下过些年 肃清了这些残余孽世 请恩准阿优出宫 明丽慢慢到来 一字一句皆是诚恳 陛下 这不是朝臣的请求 而是一个父亲的请求 奉勤浅眉目一动 明将军是有些健忘了 她是皇后 一国之母 不是那些宫女农才 怎么可轻易出宫 明丽似笑非笑 陛下也应该明白 阿优不适合宫里 她从来不是凤凰 这宫里的人要消失 有的是办法 陛下应该比辰清楚 奉勤浅未答应也未拒绝 明将军放心便是 朕会顾好她 无论何时何地 我回来的时候满头的大汉 如意拿着扇子给我删凉 殿下是去哪里玩了 满头的大汉 本来去看鱼的 可小顺子说 今儿大白鱼出去玩了 没在家 便带着我去抓一只小兔子回来 我估计估计喝了两大口温热的水 转头问 我爹爹呢 如意小声道 明将军在宫里 左等右等都不见殿下回来 有事先去忙了 那凤七七呢 我想让他们都看看我的新宠物 谁 如意有些忙 宫里的皇亲贵咒里面 可没有名字换七七的 朕可不叫什么七七 凤秦前的身影未进来 话却先进来了 如意才懂 原来皇后说的凤七七是指陛下呀 于是道 殿下 不能直呼陛下的名字 您得叫陛下 我歪着头 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吗 凤秦前开口 随她吧 叫什么都行 别捣乱就行 我有一只小兔子作伴了 我高兴的炫耀道 小顺子说一会就可以拿过来给我 不许养在长乐宫里 凤秦前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皱着鼻子 可是我的小兔子要和我在一起 小兔子那么可爱 我怎么舍得让他独自待着 他可不会像你这么胆小 凤秦前毫不犹豫的拒绝 一想到满垫的兔子味 他便眉头拧得死死了 那我自己去别的地方住 如意说 我有很大的一座房子 我说的是封刺石修给皇后住的喂养殿 这奶团子竟然为了一只兔子抛弃他 他堂堂地亡比不过一只牲畜 凤秦前的心有那么一刻不悦起来 爽快地点头 月色朦胧 凤秦前在软榻上侧身躺着 脑子里想起那个小脑团子来 也不知道睡得如何 凤秦前低难了一句 随后想到 这丫头肯定有无数的主意闹着呢 像是昨晚一样 然后顺势想到了 昨晚哭得崩溃 吵着要回家的我 内心反常地生出一丝犹豫 这万一哭狠了 他要不要去看看 凤秦前悄然从窗外一闪而过 宫里的侍卫都没发现 凤秦前没听到想象中的痛哭 疑惑 难道这小奶团子 躲在被窝里偷偷哭 利索地从窗子外翻进来 借着月色走过去 瞧见我缩在小辈子里呼呼大睡呢 见状凤秦前的脸是黑的 这店中的一切 无疑不告诉他一个现实 是他自作多情 啪啪打脸了 凤秦前是忍着想将我恶意 摇醒地冲动回去的 一路上脸都是丧着的 准备回寝殿的时候 刚好听到小顺子换班时候 洋洋夺意地说的话 笑话 还能用我搞不定的事情吗 殿下不是任床吗 我就下午特意派人跑离他名府 就差点把名府搬回来了 这吃穿睡 都是按殿下在名府的准备的 殿下当然能早早地睡觉了 凤秦前瞇了一下眼睛 悄然无息地钻回了寝殿 很好 第二天一早 小顺子来门口伺候的时候 发现凤秦前看他的脸色不太好 心里打颤 心里想到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惹到了陛下 这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有这么贴心的时候 凤秦前的笑力 扣着阴凉阴凉的 很可惜 小顺子没有很好的捕捉到 小顺子愣了一下 随后心洗道 难道是陛下发现了 昨儿他贴心机灵地 给陛下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 要赏他了 嘿嘿 想不到他也有转好运的时候 为陛下操心是奴才的本分 小顺子回道 凤秦前皮笑若不笑地回道 很好 正想想该好好奖励你些什么 小顺子的心都开始飞扬起来了 白珍珠 金元宝 清玉翡翠 哇 那么多好东西 随便一件都够他吃一辈子 小顺子觉得自己即将在15岁的时候 走上人生巅峰了 激动得差点想哭 嗯 就奖励你将芋花园的砸草除了吧 凤秦前转身还不走了出去 啥 小顺子极其小声地反问了一句 似乎不太敢相信 这就是他奖励 这不是惩罚吗 而我一直在长乐宫附近眼巴巴地等着 凤秦前走近 拍了一下我的头 你在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 我来找你啊 我回答 我一个人好无聊啊 你小小年纪还知道无聊是什么 凤秦前笑道 我手被他牵着 一步一步地走着 随意地问 你说我的小兔子该叫什么名字 凤秦前看了一眼 就叫阿优吧 我绝嘴 看凤秦前故意捉弄我 于是道 不如叫凤秦前吧 凤秦前眯眼 这奶团子看着蠢萌蠢萌的 还知道对人呢 于是摸了摸我的小脖子 威胁道 朕觉得你这细皮嫩肉的小脖子 倒是很适合砍头 明优从他眼里看到恶意满满 立刻实相地缩着脖子闭嘴了 小声道 想做霸王 大家都听他的话 包括凤秦秦 这是明优三岁时候的愿望 跟在不远处的小顺子听到 立刻被口水呛到了 心里道 殿下可真能耐 这性子这说话方式 没有陛下包容着 活不过一时三刻吧 明优很多时候 都是在卫羊店铸着了 宫里派了人来 教他学习后宫的礼仪 来的是宫里子里 很深的姑姑斐鱼和斐心 殿下 奴婢们是奉命来教导殿下 学习宫中的规矩的 斐心躬身道 明优眼神暗了下去 阿里一声 我不想学这些奇怪的规矩 我过段时间就回家了 明优总觉得 很快父亲便会来接他回家的 斐心看见他这样 忍不住规劝道 殿下 您跪为皇后 这中宫礼仪岂有不惠之力 这传出去 不是整个国家都跟着要遭取消吗 语气有些凶 明优低着头不说话 斐心看了斐玉一眼 又开始安慰明优 殿下不是答应过明将军吗 说学好了礼仪明将军 才能早日来接您的 明优动了动嘴 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听着是这么一个礼 于是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好吧 斐心教导明优时 还有十足时的耐心 挑着简单的规矩重复交 到了斐玉的时候 斐玉明显没那么耐心 甚至是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的意味 明优顶着银碗 在斐玉的注视下一步 一步地缓慢走着 斐玉抬着手上的花枝高声斥责 两肩平齐 腰板直起来 眼睛不要朝下看 明优被他左一句右一句地弄猛了 有些手足无措 然后一荒碗就掉下来了 咣当一声银碗落在地面上 发出阵阵声音来 明优小声 斐玉姑姑 我不是故意的 斐玉瞪了他一眼 殿下是皇后 就是故意的奴婢 也不敢怎么着 只是这规矩学不好 丢的是陛下 是整个男优的脸 明优低着头 捏着手指不说话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也想快点学好 可以回家的 可斐玉姑姑 为什么会这么凶 斐玉根本没心思管他的情绪 看了他一眼 眼里有积分蔑视 陛下说了 要是学不好 殿下就在这跪着 哼 我就不学了 有本事你把我赶出宫去 明优的倔脾气也来了 他本来还不想待这里呢 像是一头发怒的小牛 明优呆呆呆地转身 就跑了 跟在附近的宫女 看到明优跑了 有些不明所以 只得快速地追了上去 斐玉倒是不怕 索性悠哉悠哉地坐下来喝茶了 反倒是平时跟着斐玉 和斐玉做事的小宫女 立刻找了斐玉过来 斐玉无奈 他和斐玉是平级 虽然平时经常在一起做事 可终归不是一路人 也不太好明说 说了反而觉得是训斥 斐玉 殿下年纪小 性子贪玩是正常的 也不必过于严苛 斐玉劝导 他始终觉得 斐玉有时候是故意针对皇后的 可却想不出 他故意针对一个小孩子干什么 更何况 这小孩的身份可不一般 以后是要主管三公六院的 皇后年又先不说 他的面子 若明家知道这么个情况 明将军恐怕也不会饶过你 来的路上 小宫女还和他说了 昨日教导中 明游端茶的时候 还被茶水烫了一下 我的责任就是教导后妃懂礼仪 守规矩 斐玉不以为然 咱们也算是宫中的老人了 这教导过的上到公主妃子 下到宫女 有哪个像他这般顽略不堪的 我只是身在其位谋其直罢了 即便是陛下说我也不怕 斐玉劝便不吭声了 斐玉说的也有道理 可他这么做 始终是有些过了 摇摇头 自己静止去了 也罢 各扫门浅雪 各人看自己的造化吧 明游回到卫央店 如意还未来得及行李 他便气冲冲地进去了 如意赶紧起身问后面的宫女 殿下怎么了 小宫女摇头 奴婢也不知呢 刚才在那边跟着姑姑们学礼仪 突然殿下就走了 如意见问不清楚 立刻跟着进去了 明游将自己玩具 一股脑地搬到地上 还特意将小兔子的笼子也提过来了 如意一看大事不妙 立刻道 殿下这是要干什么 如意你帮我把黑儿找回来 明游气呼呼地道 殿下 现在黑儿去完了 一时半会回不来 要不等一会 你要干什么奴婢帮着你 如意小声试探 企图将她缓住 我要收东西回去了 我要回家 说着说着 还带上一点小委屈 嫩嘟嘟的小脸上十分纠结 她的玩具好多呀 她好像一个人搬不动 如意有些结巴 殿下 这好好的 怎么突然要回去呢 昨儿还不是说好 晚上让小顺子带您去捉蛆蛆的吗 明游不说话 想了一下 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 是凤七七这个大坏蛋 还想罚我跪着 如意一头雾水 陛下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旨意了 莫不是有人传错了 立即吩咐了宫女去请陛下 自己则是稳住明游 好 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 东西又多又杂的 奴婢帮您收拾可好 明游对上她真诚的目光 想到这一个月以来 如意对自己也挺好的 虽然她是大坏蛋的人 咬唇妥协了 好吧 如意松了一口气 试探性地开口 眼看都要用午膳了 您看着厨房都备好您爱吃的菜了 我们吃了午膳 免得等会收拾的时候 肚子饿 明游点头 可依旧不妥协 那你先帮我收拾东西 如意僵硬地笑着点点头 好 奴婢给您收拾好 心思却一个劲地朝门外张望 这陛下也没来 小顺子也没来 凤情浅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软弱的小身影 坐在地上 背对着她 阳光照耀进殿里 更加显得她侧颜青透白皙 似一块来自仙山的美玉 忍不住想伸手捏一下 陛下如意躬身行礼 明游耳朵动了一下 索性再扭了一下身子的方向 整个人都是背着她的 哼急她才不要理这个大坏蛋 最近新来了个厨子 做的那道红烧鱼倒是绝了 红润明艳的汤汁 那鱼处理的恰到好处 嫩而不腥 可惜了 看来有些人走了 真只能独自吃了 某人的耳朵不争气地动了一下 小身子一僵 明显地动了一下 却没转过来 气氛沉默了一刻 凤情浅不动 片刻 弱弱的声音传出 我 我可以吃了再回去吗 期待的眼神闪闪发亮 比星空还更加耀眼 明昂问出口的时候 小顺子激动地 只想给他们陛下鼓掌 陛下太英明了 随便一招 就稳住了皇后娘娘 凤情浅没直接回答她 转身吩咐小顺子 去叫御膳防备鱼吧 凤情浅将她提起来 提到贵妃踏上坐着 耐心地问 匪欲欺负你了吗 镇着就叫人把她拖下去 砍了她的脑袋 明昂眼巴巴地盯着她 眼神里都是暗怨 是不是欺负我的都要砍头 当然 那先把你头砍了吧 明昂撅嘴 十分不高兴道 那匪欲说了 是她下的纸 小顺子刚迈不进来 吓得一跌 狼狈地拉住门 瞪大眼睛看着明昂 哎呀 我滴个乖乖 皇后娘娘可真敢说 还敢企图 砍陛下的脑袋呢 这脑袋没了 谁给你好吃好喝的 凤情浅有些脑 却没怒 直到明昂年纪小 根本还不懂这些的道理 说说气话而已 欺负你的人匪欲 你倒是算计到我身上来了 凤情浅故意道 一副受冤枉的样子 明昂看了她一眼 可是是你说 要让我罚贵的 让我滚回去的 我可滚不回去 明昂还在旧节路那么长 怎么能滚回去呢 凤情浅一惊 还真如她猜猜的那般 又继续引着明昂道 我可没说 是你记错了吧 怎么会 我记着清清楚楚 斐鱼还说我丢脸 就是左说的 明昂立刻道 她虽然小 可逻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 凤情浅看了一眼小顺子 小顺子立刻明白了 躬身便出去了 膳食刚好到 凤情浅便哄着她去吃饭了 到她坐下去的时候 无意碰到她的袖子 正想把她袖子放下去时 却瞧见她手臂上一层 浅红浅红的印子 这是怎么弄的 凤情浅以为是 卫阳店里的奴才不当心 洗澡的时候给她烫的 看着这印子 该是什么烫水却不滚烫 只是因为她皮肉嫩 所以留的印子长 如果再等一两天 估计这红印子也没了 不是洗澡水烫的 那么就是有人故意拿捏得很巧合 凤情浅目色伸了起来 如意立刻跪地道 奴婢有错 娘娘有伤 奴婢们都没发现 明幽看着 小声道 是昨天水洒到身上了 我没站稳 如意即可拿了药膏过来 凤情浅又小心翼翼地给她擦了药 吩咐如意 去告诉斐心 殿下累了 这几天就不用学了 她有些怀疑 是有人刻意而为 如意躬身退了出去 长了宫里 凤情浅站在院里的树下 怎么样了 小顺子躬身道 只是有些眉目 殿下两次受委屈 都正好是斐育姑姑在 其他宫女只是说隔着远 看不到什么 不过那日 斐育姑姑确实是让娘娘顶着碗学礼仪 按理来说 一般姑姑们都是用空的饮碗的 顶多是加些温水 可那日不知道是奴才粗本 还是有人刻意换了水 斐育 凤情浅道 可斐育姑姑是老人了 按理来说 小顺子话 没敢往下说 凤情浅老成地点了一下头 查查斐育 最近和哪些人接触 家里可有什么异常 斐育和明幽没仇没怨的 怎么想着不动声色地为难他呢 明幽跟着小顺子拿着屈屈龙 屈屈没抓到 倒是弄得一身脏兮兮的 明幽催促着 小顺子 你可快点哦 要是抓不到 等你就打你板子 小顺子苦笑不得 小祖宗 您才入宫这么些时候 都学会打人板子了 明幽手都有些提酸了 于是想把竹灭边的屈屈龙 找个地方放着 哪里来的小乞丐 敢把这脏东西放在我凳子上 声音里带着张扬跋扈 明幽扭着身子看过去 就瞧见一身锦绣子衣 软织双面的精细锦断 上面用月光白的纱线 织绣着震翅的底儿 绣口领口处 则是绣着大小不一的芙蓉花 明幽促眉 这边就她一个人 这乞丐当然说的是她了 明幽皱眉有些不高兴 你再乱说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哦 露出奶兄奶兄的小表情来 仿佛一只年幼的大猫来 小顺子听到动静 忙跑过来一看是醉心 立刻跪地道 奴才见过公主 醉心走过去 踢了小顺子一脚 故意将明幽庄区区的小龙子 扔在地上 这是本宫的地盘 赶闯本宫的地盘你找死啊 醉心只有七岁 可确实足识的公主做派 比公主的排场还大 哎呀 使不得呀 小顺子赶紧劝主 公主 殿下是皇后娘娘 本宫倒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宫里有了皇后 还是奶娃娃 醉心插着腰道 脸上就被东西砸了一下 哎呦 是明幽扔得曲曲龙 小顺子也没想到 明幽年纪小 胆子可不小 怎么会一再地容忍别人欺负她 醉心只是觉得脸疼得厉害 一声哭了起来 我要叫父王来割了你的脑袋 宣闹声引来了关注 一声略带雌性的声音闯入 这是闹什么 小顺子肩膀哆嗦了一下 心里哀怨 竟然出门不利 都是遇上些凶狠 吃人不涂骨头的主 见过王爷 父王 他都害得女儿的脸毁容了 醉心立马恶人先告状 企图让南宣王来收拾他 南宣王瞧见是明幽 特意多看了一眼 这不是那小子养的奶娃娃吗 明幽倒是不惧怕他 对上他的目光直勾勾的 南宣王眼角动了动 露出一丝欣赏的笑意来 倒是个不错的 模样清丽 眉眼伶俐 看来是有几分像他娘的样子 敢和他对视 脾气估摸着也像他爹 明幽皱眉 你脸这不好好的吗 再说了 谁说是我打的你了 明明是风吹过去的 这女人可真能胡说 她脸明明没事 就装可怜 你胡说 小顺子还在着呢 醉心瞪了一眼小顺子 暗暗威胁道 小顺子无辜 王爷 当时奴才在劝着公主呢 确实没看见这东西 是怎么过来的 你最心气的暴跳如雷 明幽露出无辜的笑容来 我是皇后 年纪又小 怎么能欺负得了姐姐呢 再说了 刚才姐姐说我是小乞丐 我都没生气 怎么会想着打姐姐呢 对吧 皇叔 南宣王饶有欣慰的看着明幽 忍不住多了一丝笑意 是个狡猾的小狐狸 于是还知道自己想法子 醉心 这是皇后娘娘 辱骂娘娘可是大罪 还不道歉 父王 醉心跺脚撒娇 明幽咪着笑补了一句 没事 姐姐不想道歉就算了 我可不会去告状的 南宣王忍不住捏了捏 她那粉嘟嘟的脸蛋 暗自用力 明家的闺女 果真是古灵精怪 讨喜得很 皇叔也这么觉得 皇珠 嗯 快把我脸扯明幽 挣扎地说道 其实他本来的话是皇叔 你快把我脸扯坏了 可怜被掐着 口齿更加不清了 手放开来 南宣王转身冷漠地 看了一眼醉心 丙状皇后乃大不敬 殿下不怪罪 但不能不罚 罚你在这站一个时辰 可 父王醉心不服 南宣王挥手 若不服 就多加一个时辰 明幽走的时候 还特意吩咐小顺子 把我笼子捡回来吧 小顺子殿下你可真腹黑 明明是你自己扔的 刚才那里来的疯 不过他提着的心 也可以放下了 生怕惹怒了南宣王罚了殿下 那陛下还能饶恕他 南宣王走着 贴身侍卫忍不住道 王爷 明知道这肯定是皇后杂的公主 南宣王今年三十 在南幽这个年纪 该是儿女成群了 可偏偏连个女儿都没有 最新原本是南宣王嫡妻姐姐的女儿 因南宣王妃过世 便接到府里抚养了 又得南宣王妃眷顾 南宣王特意请了旨意封为公主 一个七岁的丫头 被一个三岁多奶娃娃打了 谁信 传出去也不嫌丢人 再者 你也知道她是皇后 南宣王道 想到明佑那双清零的眸子 和那机灵的小心思 南宣王感叹 王妃的眼光 确实不怎么找的 都是些蠢笨的 回去的路上 小顺子还没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来 殿下 您胆子可真大 这南宣王还是少得罪 你们不是说我是皇后 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吗 明佑眨眨眼 小顺子棱住了 李是这么一个李 可南宣王 连陛下现在也要忌惮几分的 可南宣王乃是陛下的皇叔 您这样公然得罪他们不好 南宣王是长辈 小顺子还在想招法地告诉明轩 遇到南宣王和那个讨厌的公主 就服个软吧 明佑做了个鬼脸 得意 我才不怕呢 我爹爹说了 谁欺负我 让我往死里打 打不过 他提着箭来 小顺子拍了自己脑袋一下 他怎么忘了 明大将军是出了明的户犊子 听说之前明佑一岁时 某家的小柿子将他吓哭了 名利提着长剑 追了两条街 把那顽略少年 揍得皮青脸肿的 才给送回去的 明佑回来的时候 凤琴浅正在何长风说着话 低谋瞧见明佑脸上脏兮兮的 皱了一下眉 如意立刻拆人去准备水了 正值六月 天气很炎热 凤琴浅索性叫人搬了一个小凳子在树下 倒也十分凉快 星空暗淡 月色却十分明亮 古树下一身薄纱紧衣的少年狼 是不是用低头用帕子沾水 半束的青丝随着他俯身垂落 一只正红色的奶团子 嘴里嘀咕着什么 逼着眼睛给少年狼擦脸 少年精致俊美的脸 刻意地板着 一句一句地数落着奶团子 洗得差不多了 凤琴浅提着他腰间的腰带 一股脑地进去 放在软榻上 明佑爬起来 严重抗议 你能不能不要像提小猫 小狗的一样提着我 凤琴浅揉了一把他的脑袋 谁叫你和小猫没什么差别 个子像也就罢了 性子更像 明佑白了他一眼 卷着自己的被子 缩在窝里 凤琴浅躺下 明佑嫌弃地将腿抬起来 打算踹他的 凤琴浅看着他 不怒不笑 冷冷地道 屁股又痒了 明佑弯了弯腿 一脸无害 我就伸伸腿 然后很自觉地缩回被子里去了 凤琴浅便也没戳破他的小心思 明佑在宫里住了两个月 没刚开始来的时候认床了 所以这晚上 凤琴浅也觉得 不会有什么麻烦事发生了 深夜里 明佑迷迷糊糊地 就往凤琴浅身边靠 凤琴浅懒散地睁眼发现 是他 也就没多阻止 连凤琴浅自己都不知道 短短时间他已经习惯了 明佑在身边 月色盲目 突然 一声惨烈的嚎叫响起来 惊得外面羞气的鸟群 拍着翅膀四处乱窜 长风身体比脑子还快了一步 抢先冲了进来 只见凤琴浅捂着胸口 痛不欲生 明佑则是一脸睡眼惺忪 迷茫地看着他 长风着急道 陛下 是有刺客吗 看陛下这样子 该不是被人刺中了胸口 属下这就叫太医 长风蹭地准备窜出去 走得依旧是窗口 凤琴浅皱着眉忍着疼道 回来 长风顿住脚步 回头一脸雾水地看着凤琴浅 难道不是刺杀 那是什么 中毒吗 能让他们陛下腾成这样 凤琴浅咬牙 明佑 你干的好事 明佑缩着脑袋 双手戳着白嫩嫩的手指 我 我不知道 我就做梦 弄见烤鸡咬了一口 咬了一口 凤琴浅要不是清楚他的身份 简直怀疑是有人派他来搞死他的 这奶团子 一口好巧不巧地咬在他胸口的红果果上 明佑心更虚了 露出一副讨好无辜的笑容来 好吧 就一大口 嗯 什么叫一大口 难道他还打算多咬几口的 长风右手握着要手抖啊抖的 脸色崩得老红了 像是生猪肝一般 看着凤琴浅胸口处那排整齐的牙印 中间粉嫩的小红果 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殿下 这牙还长得挺齐的 然后便听到宛若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声音 带着寒意 滚 长风从窗子处溜得比兔子还快 外院里 爆发出一阵长短不一的爆笑声 异扬顿挫 有节奏得很 关键是笑声很爽朗 凤琴浅的耳朵很灵 脸色越来越黑 凤琴浅想 明儿他得随意找一个借口 杀人灭口 灭的当然是长风的口 明幽心虚 知道自己错了 缩在床角 生怕下一刻抱走的凤琴浅便把他灭了 茵茵 好可怕 明幽咬着背脚 可怜巴巴 还缩着干什么 不过来帮朕擦药 打算让朕血流而亡吗 凤琴浅带着气 虽然很明显 明幽牙齿虽然立了一些 可年纪小 只是有一条很深的牙印 外带破了一皮 渗出一点点的血迹来 明幽小心翼翼地将脑袋伸过来 看了他的伤口一眼 惶恐中带着不安 你不会揍我屁股吧 看你表现 如果你好好的给我包扎好 我就饶了你这次 凤琴浅傲娇道 其实根本没打算对他下手 可面上怎么着也得吓唬吓唬他 粉嫩的小脸离着他很近 谨慎的将药一点点抹在他胸口处 还十分讨好地吹了吹 嘀咕道 我给你呼呼就不疼了 明明是他惹的祸 可奇怪的是 凤琴浅现在一点点怒气 怨气都没有了 看着他认真的给他呼气 心里竟然还生出一丝丝的暖意 心里欢喜 可嘴上却拒绝着 震又不是奶娃娃 还拿这个来哄震 我爹说你也不过才十岁明幽盯着他看 突然沉默了 凤琴浅生出一丝凉凉的感觉来 这种预感很不好 果然下一句 明幽便吐糟来 哇 我们差好多岁 等我长大你都老了 凤琴浅内心喷出一股老血来 她当皇帝是早了些 娶皇后也是早了些 可怎么就能扯到她老的问题 瞪了明幽一眼 凤琴浅扯过被子就睡觉了 她想独自一人敬一会 明幽怕一不小心又惹怒她 所以也不敢吱声 默默地睡了 自从发生了斐玉的事情后 凤琴浅倒是经常性地将明幽带在身边了 斐玉的时候提醒了她一件事 现在有人会利用明幽挑拨她和明家的关系 那么后续定会有人 以伤害明幽来达到毁坏明家和她的目的 她答应过明丽 护明幽一声周全 一声安乐的 明成像府里 明家府里的奴一早便忙上忙下的 若不是知道明家宅子是分成两处的 铁定以为皇帝要来的是明鹤宅子处 娇俏的少女拉着一群 在铜镜面前比来比去 十分开心 怎么样 这件粉红色的陛下可会喜欢 大小姐穿着 极美 衬托的大小姐更加美若天仙 身后的桃绿宫围道 粉色柔和娇俏是不错 可不太抢眼 虽然说是佳艳 可来的人一定多 明月自言自语道 说着又捡起另一套红色的群长来 红色的话就显眼多了 这套可好 陛绿看了一眼 犹豫道 不如大小姐穿那套珠光子的吧 我觉得更加华丽贵气呢 陛绿没有直接像先前一样 夸赞明月的衣裳好看 这红的怎么了 明月问道 为什么陛绿不让她穿 陛绿吞吐吐的好半天才到 昨夜里丞相说了 让奴婢们尽量不要让小姐们 穿正红色的衣衫 听说正宫的主子喜好正红色 宫里的衣衫颇多显红 明月一听来得起 拍的一声将衣衫拍在 铜镜旁的妆台上 她穿红色 别人就穿不得了 她是明家女儿 难道我比她差吗 说着说着 更是发好大的火 砸好几个妆侠 我今儿就一定要穿正红色 还非得找最华丽的那套 说着 自己就去翻衣裳了 陛绿跟在后面 苦着脸 欲言又止 想劝又不敢劝 她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丞相不明 交代两位小姐 不许穿红色了 将军府里的奴才奴婢们 一早便将府里 收拾得一尘不染 客房也是按照 人数早早地备下了的 一府上下都很高兴 不是因为陛下的到来 而是他们家小主子 今儿回来了 清华更是 天未亮便催促着厨房 炖着乌鸡汤了 她估摸着自家小姐的性子 估计眼一睁开 迫不及待地 便回先回来 哪里会顾忌等陛下呢 果不其然 鸡汤才炖着一个多时辰 就听到府里大小奴才 迎了出去 清华听到婢女们的动静 也着急忙慌地出去了 手上的水渍还未干 请小姐安 奴才们一一热情地 向明幽问好 嗯 清华呢 明幽许久未见清华 罪念的便是她 奴婢在后面呢 这府里的丫头们太闹腾了 连奴婢的位置都挤不下了 清华笑着走过来 明幽钻出马车 咧嘴而笑 清华 清华未像往常一样去抱她 而是数落了身后的一干奴才 越发没规矩了 现在小主子是皇后 该换殿下才是 然后躬身跪地 正正经经地行了大礼 奴婢清华 扣见殿下 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后面的小四婢女 都赶紧跟着清华行了大礼 明幽冷了一下 眼里闪过一丝暗淡 随后又点头 称 起身吧 谢殿下 一干人起身 清华才去将她抱下来 明幽闻到熟悉的气息 瞧见府里一切熟悉的摆设 心思马上就活了起来 小跑着去了 交代如意 看好我的小兔鸡 是 清华让婢女送如意去休息 随后有神色严肃地召集了众人 今儿我再说一遍 咱们都是明府的人 就该遵着府里的规矩 现在殿下是皇后 礼仪用度都须得跟着规矩来 不然 咱们都不当一回事 外面的人该如何戳殿下的脊梁骨呢 是 众人答应道 以后谁敢叫错了 行错了礼 罚半个月利盈 清华知道没点狠的措施 是一时半刻改不了的 狠就得狠在刀刃上 府里的人才会停 在清华看来 自己都不敬主子 别人更是有样学样的 更加不会遵主 凤琴浅散潮的时候 小顺子已经恭候着了 看到小顺子的样子 凤琴浅便明白 那奶团子恐怕早早地便跑回去了 走了多久了 凤琴浅冷不丁地问 小顺子没反应过来 呆头呆脑地啊的一声 凤琴浅又冷冷地道 明佑去了多久了 小顺子恭声回答 早上陛下刚去早朝 没多久就去了 如意姑娘跟着过去的 陛下是回常乐宫 还是去御书房 哪儿也不去 凤琴浅转身迈步就走 小顺子愣愣地跟在身后 急急飞赶上去 心里默默嘀咕道 这陛下是干什么去呢 既不是去常乐宫的方向 也不是去御书房的 走了半路 凤琴浅转身道 记得背下大礼 小顺子一拍脑袋 终于懂了陛下是去哪里 明家 明赫家的两个闺女 一听是凤琴浅提早到了明家 立刻招呼着奴婢 迅速收拾妥当出门了 本来去明丽家 也不是奔着那个蠢丫头去的 要不是陛下跟着去 他们才懒得去呢 凤琴浅到的时候 明佑一家正在吃着午饭 明佑坐在凳子上 差点没将小脸埋在碗里 笨桌地拿着勺子 将菜往嘴边赶 以前都是清华或者明丽喂饭的 近了 恭凤琴浅嘴上说着 要借了喂饭 可在过程中 逐渐喜欢上这种投食的感觉 也不怎么管她了 凤琴浅不在的时候 她更是天大地大 为她独大 谁敢训斥她 不会独自吃饭呢 明丽看着她 有爱观瞻地吃饭 险些吃不下去 这要是被朝城后宫的人 看到了还得了 于是咳嗽了两声 发现明佑并未理她 又咳嗽了两声 终于引起明佑的注意了 爹爹 你生病了吗 呃 不是 爹爹是想要和你说 吃饭稍微文雅一些 你这吃相有点像猪仔 明丽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 可想到这么形容自己的亲闺女 好像有些不太道德 而且 亲闺女还是皇后 虽然说年纪小了些 可也是一样一样的 能掌声杀大全 明佑委屈 可勺子不听话 饭也不听话 转头看向清华 可怜巴巴地看着 清华看着她那水汪汪无辜的眼神 差点心软了 张口时却听到一声故意的咳嗽 看了一眼明丽 低声道 殿下 奴婢去给您端屋鸡汤 明佑知道了她父亲咳嗽的用意 气呼呼地瞪了她父亲一眼 明丽摸了一下她的脑袋 做皇后 首先要有皇后的姿态 学会自己吃饭 可我还是小孩挤牙明佑撒娇 你都三岁半了明丽拿话堵她 可我是皇后 如意说了 皇后说什么 就是什么 弟弟 我还小 我就是小孩挤 明佑很认真的道 明丽笑出声来 你也就是个 披着老虎皮的小猫仔 才半早不见 你到时临牙利齿了许多 凤情浅的声音缓缓泄出来 其中的打去意味很明显 明丽转身瞧见她的身影 立刻跪地 参见陛下屋子里除了明佑以外的人都跪下了 凤情浅坐下来 起身吧 谢陛下 明丽起身后 立刻让人去添碗筷了 去给陛下添一套碗筷过来 清华领命去了 她自热知道明丽的意思 特意拿了一套银器碗筷过来 银器虽不是什么贵重的 可府里基本都是白瓷 古瓷一类的碗筷 如此一笔 银器给陛下专用 也算是区别了 端上来的时候 明佑看着忍不住赞叹 哇 这个真漂亮 上面的花花好看 凤情浅捏了一下她的脸 镇宫里有一套七彩降龙必洗碗 更是精致 下次拿给你瞧瞧 明佑的小眼神 搜得亮了一下 点头 好啊好啊 心里依旧计划着 要怎么才可以要到这漂亮的碗了 凤情浅加起一块咕噜肉 明佑很自觉地张口 肉乖乖落入口中 明佑嚼了几下 还未来得及咽下去 又道 我要喝汤 嚼碎了咽下去才可以喝 凤情浅没答应她 明佑只得乖乖地将肉吃了 凤情浅才端着小碗 直接给她喝了两大口汤 明丽看着眼抽抽 她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去了入宫三个月 明佑没学会用筷子不说 吃饭更加豪爽地 像个小猪崽似的 因为喂养的人 真的是跟喂猪似的 喝汤都是用碗直接给喂的 她想开口阻止的 这有碍观瞻 只是人家皇帝都不觉得丢脸 她还有什么好着急的 因为有凤情浅的头位 明佑吃饭快了很多 众人都很有默契的 没破这个氛围 突然一声娇弱的声音闯进来 小叔 明月走进来 首先换了一声名利 一声正红色的广袖薄纱群长 群长皆以信号信号花点缀 搭了一条半白色的外皮 柳眉弯木 小脸只是浅浅地涂了一层青粒的脂粉 青丝半碗 一只银色的长簪 三两朵珠花 衬托得她越发明艳动人 跟在身后的明玉则是穿了一件粉红色雪花群长 头上的是淡青色的玉簪 单看她的话倒是娇俏可人 可站在明月的旁边 就如同失去颜色的花朵 明丽其实与明鹤本来没多少来往的 可偏这次举行家宴 凤情浅请的不只是皇室中几个血亲的王爷公主 更是连带着请了明鹤 明丽点头 吩咐清华 给两位小姐上茶点 明月似乎见到凤情浅很是惊讶 立刻躬身道 臣女见过陛下 明玉也跟着着急忙慌地跪下了 见过陛下 哦 你们倒是来得早 凤情浅淡淡地道 偏生没看他们一眼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 凤情浅也没叫他们起身 明丽只好出声了 先起来吧 午饭可吃了 吃过了明玉倒是很诚实地回答 明月无奈指得不出声 这蠢丫头说了她还能说什么 本来她计划着 即使吃过也在吃两口 一来二去与陛下多说几句话 多几分交情 明幽能入宫为后 能让陛下亲自一口一口给她喂饭 不就是仗着当初小叔出去了 将明幽扔给陛下造福了两个月吗 明幽就远远地见过他们一次 也没说过话 平时明家姐妹也是高傲得很 去哪里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 明幽也不太喜欢他们 所以即使看见了也未出声 清华端着热茶和糕点上来 请两位小姐用茶 若点心不喜欢奴婢去给你们更换 凤情浅端着碗 直接将最后一口汤喂了 问 还有吃吗 明幽摇头 凤情浅将碗放下 用帕子给她擦了一下嘴 明幽从凳子上下来 明月轻声喊道 妹妹 过来 姐姐带你出去玩 明幽摇头 戒备地看了 他们一眼不说话 清华先开了口 可能是殿下有些怕声 凤情浅忍不住在心里吃笑了一声 这奶团子胆大包天的 还有她怕的时候 明月倒是都很善解人意的样子 说我考虑不周了 妹妹年纪小 我们相见的不是很多 她怕声也是正常 左一口右一口的一个妹妹 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他们的关系很好 虽然说明幽不太想和他们玩 可清华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了 于是道 听说宫里的两位公主也来了 两个公主的年纪和两位小姐差不多 性子肯定更合一些 明月想着既然公主来了 她去多走动走动也是好的 于是点头答应了 知道明幽不会去 可清华还是向征性地问了一句 殿下 陛下有事和将军们 您是跟着两位小姐去找公主 还是去小气一会儿 明幽咬唇想想 打了个喝歉 我要睡觉觉 清华点头 命人送明月他们过去 自己则是将明幽送回原先她在明府待的院子 明幽笑咪咪地说 还好你们让我去玩 不然我都无聊了 清华笑道 您这性子差点就写在脸上了 奴婢怎么会不知呢 那也不怪我 他们根本不是想成心来找我玩的 以前见到他们见到我 都是不太说话的 明幽反驳道 瞧见自己以前睡的床榻 一股脑飞奔着爬了过去 清华点头道 是这么个理不错 不过您知道就行 别说出来 这往后多的是这种人 明幽闹腾了一会就睡着了 凤琴浅在明府后听转悠了很久 长风默默蹲在暗处 但经过他许久的观察发现 凤琴浅逛得毫无目的 像一只四处乱窜的苍蝇 他正奇了怪呢 看到清华的身影出现后 凤琴浅直奔明幽的住处 长风总算是明白了 这种毫无目的的乱逛 有什么意义 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 这陛下年纪不大 性子可是够傲娇的 明明就是想去找小皇后 还不想给人发现 明月带子明玉走得很慢 没走几步所幸的 好了 你不用跟着我们能找到路 婢女有些为难 这清华节可是交代了 要将他们送过去 找两位公主的 明玉是急性子 立马就生气了 浙江军府就一亩三分地 还怕我们找不到路不成 明月看了明玉一眼 又对方才的婢女说道 你莫要介意 我真的就这样 说话口无遮拦的 并不是诚心有意讽刺为难 婢女听他们这么说 默默地醒了个礼就告退了 明玉撅嘴道 大姐 我说的是事实 咱们明府可比他们将军府气派辉煌多了 正当他们这是皇宫呢 明月只是皮笑若不笑地笑着 并未多说 她就喜欢她树妹妹这样的性格 有什么都毫无遮拦地替她说出来 看着她往反方向走 明玉有些惊诧 大姐 我们不是要去找公主吗 明月道 我方才看见陛下从这边过去了 我们寻着过去 看看陛下是否还在 这也就是她 为什么想支开那个婢女的原因 明立刻懂了 笑道 大姐你真聪明 这要是认识陛下 可比认识什么公主有用多了 明月看了四周一眼 谨慎道 这话你还是少乱说 对别人听到就麻烦了 明玉无味道 最初的假山和石花草 还有什么人 明月也没过多地说她 对于她来说 这个妹妹越蠢 对她越有优势 时不时地用她 还可以用这个妹妹 对付明早的丫头 明月带着明玉一路找寻 碰巧遇到两条岔道 细细地查看了周围的布置 于是开口道 明玉 陛下铁定从这两条路 其中一条走的 陛下生性不爱热闹 多半走小路的机会要多些 你从这边走 我曾经一边 咱们姐妹总能有一个遇到 明玉欣喜若狂地点点头 粉扑扑的脸上满是激动 谢谢大姐 那我就选小道吧 明月眼角沾染了笑意 谢什么 你是我妹妹 我怎么能不让着你呢 看着明玉欢快地去了 明月的嘴角勾起一丝嘲讽地笑 蠢 我说什么你都信 明月和明玉虽然是童年生的 明月的样貌和明玉差不了太多 明月只是略生一筹 可从心思心计来看 明玉简直差了明月十八个个脑袋 明月一路顺着青石道走的 她看到这路上的树枝和花草 都修剪得很好 特别是前面隐约浮动着茉莉花的香气 早上在清华的身上闻到过 清华身伺候明幽 想必是住在明幽的院子里 一路寻找而去 看到匾额上写是清幽院 院门附近也没有伺候的奴婢 院子里静得很 倒让明月有些不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明幽的院子 缓步而入 走近时候 隐约可听见微弱的声音 寻着声音而入 明月从窗子外看去 果真瞧见一身暗红色云纹的身影 只是下一刻 嘴角边的笑 再也笑不出来了 凤琴前的手 拍着软榻上流光浮云的蚕丝软背 涓涓流淌的声音 在给明幽说着故事 说的还是她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心里越发恨 越发嫉妒 手不由地紧紧地攥着 听到附近好像有婢女说话的声音 明月指的先走了 走在路上 心里越发地不平衡 明月没找到凤琴前的踪迹 又折回来 叫了她一声 明月愣愣地也没回答 大姐 明月轻轻推了她一下 她才回神来 我没遇见陛下 但是看到四公主在那边 明月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来 我也没看见 那我们过去给四公主请安 差不多傍晚的时候 明将军府开始热闹了起来 府门口长长地站着一列小丝婢女 清华跟着明月站在门口 迎接众位贵人的到来 最先来的是凤九心 一身青色丝薄紧端外衫 腰间竖着白玉腰带 手里握着一把折扇 看见明月先开口打了招呼 明将军今天气色格外好 明月躬身道 见过大王爷 王爷取笑了 里面请 咱们的陛下可来了 明月也未说破凤请前早来的事情 只是道 许事一会就到 请大王爷先喝些茶水 凤九心刚准备进去 就听到明贺的声音 王爷倒是来得早 明贺将礼物递给清华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明大将军福气好 女儿才三岁 便轻而易举地做了皇后 这本来说话的口气 是带着讽刺的 可偏声明密似没听懂一般 反而笑道 谁说不是呢 儿女各有自己的造化 福气好的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挡住的 他知道 在帝后大婚前 明贺暗中想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法子 拆穿着亲似的 只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他明贺有法子 他明立也不是吃素的 明贺没站到好 也不好太明显地针对他 便转身和凤九心一起进去了 明立低声吩咐清华 多注意明贺的一举一动 照顾好阿优 清华点点头进去了 谁知道明贺家会不会丧心病狂 到对一个小孩子下手 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 南宣王过来了 片刻之后 凤情前也牵着明优的手出来 众人行了礼 凤情前也免不得要客套寒暄一番 今日只是家宴 都是亲近之人 就不用顾及这些虚理了 等凤情前入座了 众人才敢入座 明月跟着明贺和明理事 坐在右席上 看着明优拿着勺子笨拙地喝着汤 心里不免得越发有些鄙视了 连汤勺都拿不稳 半点教养都没有 哪里有一点皇后的样子 明玉也看见了 轻声笑道 大姐你看 这小屁孩果真是没法和你比 不像大姐你诗书里一样样 都是从小按着皇后的规矩教的 男宣王眼角一动 露出笑意来 今日还真瞧得很 这明家两姐妹 穿的都是正红色 是新生默契 还是明家大小姐觉得 自己比皇后尊贵 敢与皇后穿一样的 明和脸色有一些不好 瞪了一眼明月 这不知死活的 是没把她的话放在心里吗 偏生穿的一身正红 明月赶紧起身跪地道 臣女不敢 臣女只是喜欢这热烈活泼的颜色 许是臣女与殿下心有灵犀 才会这般 明月千算万算 算不到会有如此没眼色的 敢这般戳破事实 明月就是存心的 可她想的是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丞相府的贵女 没人敢自讨无趣 得罪陛下不说 还得罪他们明家 凤秦浅当然知道她的用意 也知道明轩王纯粹就是想挑事 于是低谋喝了一口酒 既然明家小姐喜欢 那就穿着吧 想必阿优也不会介意的 说着还特意转头问了问明优 对吧 明优似懂非懂 点头 她穿着关我什么事呀 不过皇叔是不是也喜欢红色 喜欢皇叔也可以穿的 本宫不介意 呆萌的小脸上海 硬生生的憋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我是皇后 不会小肚鸡肠的 皇后倒是有长进了 连小肚鸡肠都会用了 只是只怕有些人喜欢的不只是红色 比如还有别人背后的东西 南宣王意味深长的说道 明明南宣王是没有看向明月的 可明月心却虚得很 低着头不敢说话 凤秦浅开口道 既然明家都这样喜欢正红 那朕就许明家以后半白式装红吧 这话一出 明和脸都白了 这不荒唐吗 这天下人家里 哪家有半白式用红的 陛下这明和有些结巴 想着该怎么分辨 皇帝这看似上 明明是在打他脸啊 以后他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岂不是有丧白的时候都得被天下人笑话 怎么不喜欢陛下的赏赐 南宣王一脸看戏的样子 陈不敢明和看着凤秦浅那脸 终究是没敢说半个不字 明明是一张少年郎的脸 清冷的脸上还带着一丝未褪去的青涩 可眼中尽数式威严和冷漠 从什么时候起 那个经常在人后 不动声色的少年已经开始蜕变为一个帝王 明里是虽然急 可却也不敢说话 瞥见坐在一旁优雅近视的敦煌太妃 心里有了主意 看来还得让敦煌太妃疏通疏通 明丽在一旁暗道 凤秦浅这小子手段还是挺狠利的 杀人不见血 诸人先诛心 在座的除了年纪小的 没颜色的 怎么会看不出明月的故意 一般举行公宴或者重要宴会 送帖子的公公或者管事的 都会传达地后出席公宴所要穿的颜色 样式 免得成卷贵妻的衣服冲撞了地后 退一万步来说 一般有公宴 受邀请的女眷当家主母 即使没有公公告知 也会委婉打停玉秀房的消息 这明月知道消息 可却还故意与皇后穿一样的 款式衣料都是差不多的 唯一区别便是明优的是皇后装 上面有金烫的凤凰 凤秦浅看破却未说破 只是将就着就把罚当做了赏 晚宴还未结束 明优已经喝欠连天了 眼泪汪汪地强忍着 凤秦浅瞟了一眼 却未多说 连着喝了两盏酒 看向敦煌太妃道 看太妃的样子还是有些累 不如就先散了吧 凤脚约皱眉 嘀咕道 还以为可以多玩一会呢 起身最先跑出去了 明优出去的时候 凤秦浅正在和明丽说话 她觉得无趣 所以先跑出来 方正是自己家 她轻车熟路得很 不用像在皇宫里 还担心迷路 小团子过来 明优听到声音 扭头看去 月色下的假衫下 有个穿着金色衣裙的女孩子 坐在旁边 手里甩着一根绿色的小枝条 去逗弄水里的鱼儿 看了看四周 明优确定她叫的是自己 明优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自顾自地往前去 凤脚月看着一路蹭蹭走的明优 哎 你别走啊 过来我们玩会 我可不叫小团子 明优停住 嘟着脸 一脸认真的说 凤脚月快要被她猛死了 冲过来 捏了捏她的脸 好好 小皇后 年纪这么小 脾气可不小 明优脸被扯得有些疼 挣扎着从她的魔掌中松出来 凤脚月道 我带你偷偷出去玩吧 外面有好吃的糖葫芦 不要 明优果断地拒绝 凤脚月这样子 就像一副拐骗儿童的不良小少女 为什么 凤脚月瞪着眼睛 这小屁孩居然不馋东西吃 居然不对外面好奇 明优看了她一眼 十分傲娇地道 糖葫芦我已经吃腻了 枣泥膏 炒栗子 山楂水 糖人我都吃了不下八百次了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没出宫见过世面啊 凤脚月能看来 来自她眼里的骄傲 以及鄙视 她堂堂一个十二岁的公主 居然被一个三岁的奶娃娃鄙视了 你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 知道什么是世面吗 凤脚月捏着她的脸 开始恶意报复 明优挣扎着 嗯 李放太明优觉得 自己口水都被她扯出来了 凤脚月还恶意道 知道错了吗 快给姐姐道歉 明优选择宁死不屈 正在挣扎中 一双从天而降的大手解救了她 明优脱离魔掌 捂着自己可爱的小脸蛋 一脸激动 眼泪汪汪地看去 从天而降的正义感是哪里来的 嗯 她惊呼 凤七七 怎么 看到朕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凤勤浅看着她 意味深长 陛下 你怎么亲自来了 凤脚月有一刻的心虚 糟了 刚才不应该那么恶意地 报复她的小皇后的 这凤勤浅从小看着性子冷 可接触过的人都知道 她超级小奇迹愁 超级互短 不亲自来 怎么知道四皇姐这么有闲情意志 喜欢逗弄朕的妻子呢 妻子两字咬得格外地重 意在提醒凤脚月 明幽小可却是皇后 哈哈 我 我跟小皇后开个玩笑呢 我可喜欢她了嫩嘟嘟的小脸 似乎都掐出水来 喜欢掐她的脸 嗯 凤勤浅突然道 凤脚月脸上堆着无辜的笑 心里却哭唧唧的 这小滑头怎么知道的 可只得硬着头皮道 陛下怎么会这么想我呢 我可是单纯地很喜欢皇后呢 凤勤浅蔑士 哼 这点心思她能看不出来吗 皇姐 天色晚了 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正派人送你回去吧 然后不等凤脚月多说 小顺子叫了人 就直接将凤脚月送回去了 凤脚月 哎 不是 陛下 你听我说 陛下声音远了过去 明幽直愣愣地看着凤勤浅 凤勤浅忍不住轻轻地碰了她的一下脸 疼吗 明幽摇头 然后下一秒 凤勤浅也恶趣味地捏了捏她的脸蛋 眼里泄出一丝丝满足来 如同吃饱喝足休闲小气的狮子 心里感叹 嗯 确实很好摸 像是天边的白云 又像最上等的丝绸 明幽欲哭无泪 嗷呜呜 信奉的都是大变态 喜欢捏小孩几的脸 她还以为凤七七会给她吹吹呢 结果明幽的小眉头皱得快要压死苍蝇了 捏了几下 凤勤浅的心情好了很多 终于舍得放了手 看着明幽敢怒不敢言 愤怒委屈的像是只闸毛的小猫咪 凤勤浅觉得 娶个奶娃娃做伴 没什么不好 走吧 明幽看了她一眼 忽然掉头哒哒哒地跑了 似乎后面有什么凶猛的野兽在追她 凤勤浅有些莫名其妙 这咽了她脸真委屈成这样 平日也不这样啊 我什么都没听见 稚嫩的声音边跑边倒 凤勤浅一脸黑线 小顺子躬身忍着笑 陛下 殿下许是听到您说回宫所以才跑的 最后明幽还是被凤勤浅提回去的 小样 这蠢团子不知道 逃得了和尚 逃不了妙的吗 明幽被提在半空中 伸着手哭得可怜巴巴的 呜呜 我不要回去 我要和爹爹在一起 清华救命啊 你的小心肝要没了 清华无奈 殿下 你这样和屠夫杀猪的时候 猪被仔没什么区别 意思告诉她 别哭了 他们都知道这是在假哭 博取同情呢 明幽咬唇 小脸上尽数是哀怨 萌萌哒 清华 你变了 眨眼 突然道 你是说凤七七是屠夫 清华似乎感受到了 来自凤勤浅的杀气 清华无奈躬身 奴婢没有这样的意思 殿下 你可不能平白甩锅给奴婢 爹明幽挥着小手 一脸的 你难道不要你的乖宝宝了吗 名利招手 去吧去吧 早些回去吧 别折腾老爹的身子骨了 随后又对凤勤浅道 恭送陛下 然后凤勤浅一挥衣袖转身 围带走一只软得像云朵的明幽 明幽没得逞 只好抗议 你别提着我 你放我下来 凤勤浅答约 腿短 走得慢 明幽咳嘴 你说谁呢 我是小孩子 矮一点是正常的 凤勤浅抬眸 将他放下来 伸手比了比他的身高 踩到自己腰间 取笑道 你好像是不太了解 三岁孩子的正常高度 而且你马上就快四岁了 赶名让朝中家臣的柚子进宫来给你看看 两岁多的都有你高 明幽握着萌萌的小拳头 突然捶了一下凤勤浅的腿 凤七七 你个大坏蛋 可凤勤浅的腿硬邦邦的 明显明幽这种奶蒙的爆发力 在他看来就是简单的挠痒痒 根本起不到丝毫威慑的作用 反而捶得他自己手有一点麻 偏生凤勤浅还十分恶意地嘲讽道 你这是在给朕挠挠痒 明幽立刻像一只被气疯的小白兔 暴走中 凤勤浅不顾三七二十一提着他上马车 威胁道 你再胆敢淘气 朕就打你屁股 明幽不服气 你昨才说过 让我今天乖乖听话 不说你的坏话 以后不再打我屁股了 凤勤浅耍赖 有吗 我说的以后是今天的 明幽挖了一声嚎哭出来 嘴里哭诉着凤七七是个大坏蛋 大骗子 他们怎么会那么哭 小小年纪就要受大坏蛋的虐待 如意在宫门口接他时候 他眼泪巴巴的自己爬下车的 脑死也不让人抱他下来 凤勤浅有些无奈的看着他 明幽瞪了他一眼 鼻孔出气 这一声充满怨气的 恨是针对凤勤浅的 可偏本人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只是吩咐如意 照顾好殿下 还没等如意点头 明幽忽然擦了一下眼泪 蹭蹭蹭的跑过去凤勤浅的身旁 懦懦的小手拍了一下凤勤浅 然后一股脑的朝着自己攻跑去了 如意不解 只好行了礼 追了上去 凤勤浅一正 也不太理解他这举动 摇摇头走了 明幽个头小 逃得也慢 没一会就停下了 如意远远地看着月色下 明幽依着墙 肩膀抑制不住地抖动着 仿佛是有天大的委屈似的 如意上前 轻声安慰道 殿下不哭了 话说的一半如意 觉得有些不对劲 等等 这哭声里 怎么透着幸灾乐祸的兴奋劲 低头看下去 原来明幽是在忍着笑 可能是兴奋的有些剧烈 所以连带着小肩膀都抖动着 如意第一反应就是 难道殿下被气懵了 哭笑不分 明幽抬起明亮的双眼 笑嘻嘻地道 谁说我在哭的 那您这是 如意不太了解小孩子的心思 更加不了解 这位小殿下的心思 刚才还委屈可怜 现在怎么就一片晴朗艳阳天了 明幽拉了拉自己的袖子 哪声哪气道 我想睡觉了 我们赶快回去吧 如意摸不着头脑 可也不敢多说什么 立即让其他的宫女 先回去准备了 明幽在洗澡的时候 嘴角一直在偷偷地笑 眼里怎么也藏不住的得意 如意觉着 这笑容 怎么像是刚偷鸡回来的小狐狸 可爱可去觉得藏着脚诈呢 如意将整个喂秧店里都绕了一遍 也没听到工人们说 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发生 如意指的自我安慰 小殿下就是比寻常小孩子 古灵精怪了些 许是自己多想了 凤情前睡眠本就前 能和明幽待在一起时 还会莫名好些 睡梦中 觉得自己身上有些痒 睁眼瞧去 只见手臂上出现了一些红疹子 睡意全无 坐起来接着淡淡的月色看了一眼 脸色立刻不好了起来 眸子半眯着 似乎想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起身来到外殿的窗外 低声叫了一句 长风 传太医 窗外的树影稍微动了一下 便沉寂了下去 约某过了一会儿 殿外的烛火亮了起来 接着敲门声响起来 陛下 陈寿照来给您请卖 进来 听到凤情前的指示 太医这才跟着长风进来 长风眼间的瞧见凤情前手臂上 细细小小的红疙瘩 醋眉 也大概知道了凤情前是 为什么而中了这七阳粉 太医看了一番 又枕麦了半天 蓄了一口气 陛下放心 这并不是什么剧毒 止红疹子 只是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导致的 看着像是过敏 却不是 少废话 你直接配七阳粉的解药便是 浑身犹如蚂蚁在爬 虽然不是什么药紧的 可却让人坐立不安 连带着心情也不好了 太医不敢多说 公身就去配药了 这心里一直半解的 这七阳粉虽不是剧毒 可却不是寻常能找到的东西 这陛下是在何处沾染的 又是何人下手的 看陛下这一死 分明没有半分的责怪 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捉弄了陛下 还没让陛下震怒的 长风端着太医的药 陛下 是手下给您擦 还是给您找小顺子来 今天当值的不是小顺子 可陛下贴身伺候的 就那么几个人 其余的便都是端茶地水 或者是干些粗食的 凤晴浅盯着白瓷瓶 脸色却极度不好看 许久开口 去将那奶团子抓过来 长风有些猛 殿下 凤晴浅没开口 长风有些为难 殿下怕都休息了 哼 他还有脸睡 眉醒也给朕拖过来 自己闯的祸 自己来收拾 长风公身便出去了 如意看到长风过来的时候 一脸猛 长风侍卫 是有事吗 殿下已经睡了 呃 陛下说 睡了也要拖过去的 如意更猛了 这是什么意思 想到方才睡觉前 明佑一个劲地在那偷笑 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意隐约感觉 这小主子又闯祸了 而且惹怒的还是陛下 明佑微微地翻了个身 睫毛动了动 还在梦中 只是觉得冷 四处透着风 忍不住缩了缩脑袋 拉扯了一下被子 继续睡过去 长风如意看着凤晴浅 侧身弯曲着一条腿 坐在软榻上 怒瞪着明佑 明佑依旧汗睡 还不怕死地扯着凤晴浅的衣服 盖在自己身上 打心底里冒汗 这明佑心可真太大了 这冷嗖嗖的氛围里 也能睡着 长风觉得陛下说明 优势小猪变的 确实十分有道理 这平时能喝能吃就算了 可途中他抱过来的时候 冷是没醒一下 这挪了地方 依旧在睡梦里 凤晴浅依旧死死地盯着明佑 头也不回地吩咐了一句 下去 长风扯着如意的袖子 转头就跑 等两人退出去后 凤晴浅伸脚踢了踢他的小身板 明佑扭身又继续侧睡 将背对着凤晴浅 凤晴浅一脸的黑线 身上痒得难受 这伙还睡 心里越发不快 于是伸手捏住了明佑的鼻子 明佑呼吸受阻 眨眼的功夫就醒了 只是脑子还有猛 处于半睡半醒中 眼睛还没睁开 先发了火 别碰我 我要睡觉觉 你心思倒是宽 还敢睡 幽冷的声音传到明佑耳朵里 明佑觉得有些熟悉 还有些可怕 迷迷糊糊的睁眼 瞧见凤晴浅那张放大板的帅脸 阿里一声 立马慌张地坐起来 准备跑路 奈何凤晴浅手长眼快 一把将逃跑的明佑提了过来 明佑对上他那风雨欲来的表情 便知道了缘由 做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歪着头 我一定是梦游了 陛下 我得赶快回去 几个月的相处 凤晴浅和明佑都大致明白了 双方的一些性子 比如明佑很认真的叫陛下的时候 那么一定是他心虚做错事情的时候 不然一般他都是直呼凤漆漆的 你敢挪一下 朕就把你的小狗腿打断凤晴浅音策策的道 明佑咬着唇 僵硬地看着凤晴浅 一脸无辜 一副我是乖宝宝 为什么还要欺负我的委屈样 若不是知道他的性子 还真找了他的道 凤晴浅指着手上的红疹子 半眯着眼 脸色臭得很 明佑 你倒是月发长本事了 敢算计到朕的头上了 明佑心虚 可嘴上却否认着 我 我什么都不挤到 打死他也不要说 说了岂不是要被屁股打开花 这是什么 指着自己身上他所犯下的罪证质问道 红点点 这是被蚊子咬的吗 明佑睁着眼睛说瞎话 凤晴浅差点没被他气死 索性也不和他饶圈子了 身上痒得难受 他一直忍着没下手抓 这七样粉从哪里弄来的 凤晴浅记着 宫里可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明佑撇嘴 我不知道 凤晴浅提着他 提过来放在自己的腿上 做事就要揍他屁股 明佑慌了 想爬起来 却被按着动弹不得 于是吓得蛙了一声哭起来 不要打我 我知道错了 呜 凤晴浅无奈 他这都还没下手的 怎么还先哭上了 可却也没放过他 想好了再说 这七样粉哪里来的 家里拿的 明佑眼里含着泪小声道 长本事了是不是 敢拿七样粉来对付朕了 凤晴浅最终还是力度适当的 拍了他的小屁股两下 以示成戒 明佑捂着屁股撅嘴 是你先欺负我 我才下手的 小猫咪也是有脾气的 会生气 我在家 你非要把我抓回来 小猫咪也是有脾气的 凤晴浅不太理解 他突然冒出的这句话 想了一刻 终于明白了他要表达的意思 他说的本是那句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 这要是谁给你的 凤晴浅想着 这小小年纪 就用这些乱七八糟的 长大性子 还不得学坏了 此刻他倒是不像是 十一二岁的少年 仿佛是他爹一般 想到他自己现在的角色 凤晴浅又有些哦 他这糟的是什么罪 我以前就有的 我用过 不会有毒的 清华说 只是会痒痒难受而已 凤晴浅实在没性子 和他一句一句的来 索性将药膏拿到他面前 将睡衣脱了 露出光滑的脊背来 你自己犯的错 自己来弥补 把药给珍珍擦好了 不然当心你的小狗腿 明优看着他身上的红点点 不想给他擦 张口便听到冷冷的威胁 狗腿不要了 明优撇撇嘴 没敢出声了 默默地将药放在手指尖 一点点地涂到他背上 边擦边给震吹 某人傲娇道 明优眼睛滴溜溜地转 你不是说 小屁孩才呼呼的吗 嗯 低沉中略带青涩的 少年嗓音传出来 明优立马老实了 一边擦着 要一边认真地给他呼呼 软糯带着凉意的手指 似乎比药膏更管用 碰上他的背 似乎一切痒溢 一切心乱都平静了下来 时不时 他呼过的气息 让凤琴浅的手臂 不自觉地起了一层气皮疙瘩 明明没那么凉 可这气息和指尖的触感 却随着皮肤渗透到血液 一直渗进他心底 要擦了有些久 明优忍不住困意 开始小肌灼迷起来了 凤琴浅没感觉 他的手指在擦药 转身看去 明优手指还搭在他背上 眼睛却已经闭起来 小脑袋一点一点的 凤琴浅觉得于心不忍 索性放弃了 让他继续擦药 伸手将药拿走 将他放下去睡着 细心地给他拉了来宝贝 小心翼翼的举动 连他自己都没发觉 心里强行给自己解释道 看他年纪小 就算给他长个教训 免得磕待了他 到时候又和明丽 那护闺女的老家伙难交代 他纯粹是看明丽的面子而已 看着他的睡眼 那粉嫩的小脸上 尽是童真可爱 凤琴浅手忍不住 碰了他的鼻子一下 明丽似是梦中感觉到 鼻子忍不住 凤琴浅轻笑 看着还真挺像小猪的 本来打算好好收拾他一番的 可最后却这么不了了之了 接下来的两三天 凤琴浅的药 都是明丽一点点的给他擦的 凤琴浅心耗心耗着 上半身躺在软榻上 明丽嘟着嘴往小罐子里 用手指沾了点药膏 胡乱地抹在他肩膀上 凤琴浅头也不回得到 仔细点 要是擦不好 再让你擦七天 明丽小手一颤 没吭声 可动作却认真了很多 时不时的还要附身 给他呼呼 如意看在眼里 笑在心里 这小祖宗还是得靠陛下 才能收拾得了 真是一物降一物 明丽擦了许久 忍不住道 可以了吗 我手酸 凤琴浅恨恨恨地道 就是断了也得给朕忍着 闯祸的时候 怎么不想这么多 明丽气短心虚 便不敢出声了 噗哧噗哧地 像一只小牛 勤勤恳恳地干活 一连三日 凤琴浅上朝 都是隔着沙连的 对外只是说 偶感风寒 见不得风 明丽隐约觉得不对劲 也为当面问 散朝的时候 特意等在最后问了小顺子 顺公公 陛下这是怎么了 小顺子倒是对他毕恭毕敬的 回将军 这是你得问问殿下 都是殿下调皮惹的货 好好的偏身 给陛下用了七阳粉 陛下这满身满脸的红疹子 这如何见得了朝臣 明丽醋眉 一说 这七阳粉 她都确定无疑是明优这种丫头做的了 两岁多的时候 她便当这个折腾过好多人 后续被责罚了一番 她就收起来 这她是从哪里翻出来的 明丽虽然平时是宠着她 可做错事情的时候 也罚得厉害 明优还在卫阳店的花园里荡鞦韆 突然听到一声怒气冲冲的声音 哎呦 吓得她从鞦韆上跌下来 朝后一看 明丽一脸极眼力色 身后跟着小顺子 她忽然就明白了什么 顾不得跌下来衣裙脏了 迅速爬起来 哒哒哒就跑了 父亲这表情 一看就是来找她算账的 她要是不跑 等会指不定还有罪受呢 只是明丽是谁 驰骋杀场的大将军啊 怎么会连毛孩子都抓不到呢 片刻的功夫 明丽已经提着她 过来石桌旁了 则令她站好 明优戳着白嫩嫩的手指 小声嘀咕道 爹爹 你干嘛这么凶 我看几个月没人竖着你 你胆子倒越发大了 七阳粉是从哪里来的 明丽注视着她 还没等明优开口 明丽便训斥她 若不说实话 仔细爹把你耳朵揪下来 明丽一看她那贼精的小眼神 就知道 她又开始一脸的鬼主意了 于是不得不提前绝了她的念头 明优嘟嘴 一副小无辜的样子 爹爹 我只是袖子上不小心碰到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抹上去 嗷嗚 嗷 疼 爹 你快要把我耳朵给凝掉了 明优缩着脖子夸张地求饶 明丽瞪着眼睛 我看你是不打不听话 嘴上胸着 可实际手上却没用多大的力道 一双沉稳的手 将她从明丽的手中解救出来 她仰着头看去 是凤秦浅 那双深沉中带着孤傲的毛子 明将军要真把朕的皇后耳朵拧下来 朕以后岂不是要遭天下人嘲笑 凤秦浅不动声色地 将明优提到自己身后护着 明优怕遭跌跌毒手 手死死地拉着凤秦浅的长衫 只是伸出一只小脑袋朝着她爹看去 活脱脱像是一直有了 依靠底气足起来的小宠 她这样子 无意中取悦了凤秦浅 在凤秦浅看来 这无意不说明明优依赖她 可比她爹中得多 瞬间让她的战友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其实明优想的是 凤七七是皇帝 爹不敢打她 还要听她的话 所以躲在她身后就不用挨法了 瞧瞧这小人精 年纪小 却十足的聪明机灵 陛下 殿下是年纪小 可胆子却不小 不智着 岂不是这胆子变得比天还大 明立知道自己家闺女什么性子 更知道 刚才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求饶呢 她手根本没用尽 在明府闯祸 有她护着 这在宫里闯祸 未必就有人护了 这些道理她小不懂 可这个当爹的必须要处理好 明将军多虑了 朕和她只是闹着玩 故意吓唬她呢 七阳粉的事情 根本不关她的事 碰巧朕碰了东西起了疹子而已 凤晴浅道 明立知道是凤晴浅故意这么说 可她是天子 即使说假的是真的 黑的是白的 那也是要遵天子义的 既然陛下都这么说了 陈兆尊旨意便是 明立躬身 明幽看这是过了 立马松开凤晴浅的衣衫 钻到明立的怀里 撒娇道 爹爹你生气了 你是皇后 陛下都发了话 爹怎么还敢生气 明立轻轻敲了一下她的脑袋 明幽像是一只小猪仔 在她怀里拱来拱去的 一直撒娇 阿优是爹爹的宝贝 爹爹也是阿优的宝贝 阿优也心疼爹爹 明幽的嘴甜 哄的明立哪里还有脾气 可看在凤晴浅眼里 却不是那么顺畅了 心里比赦了她好几番 这奶团子就是磕墙头草 哪边风大就往哪边走 刚才不是还一副死活赖着她的样子 这转眼就投入别人的怀抱了 回去的时候 小顺子瞧着凤晴浅那阴沉的目光 顿时就给吓跪了 约摸着明白是自己犯了什么事 立刻跪地道 奴才知错 是奴才夺嘴 说着狠狠地抽了自己两耳光 哼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小顺子浮在地上 是奴才脑子笨 一心给陛下办了坏事 奴才原先想着 殿下身份尊贵聪明 陛下新人又舍不得责罚 这才打算请将军说道说道 若不是念着你心事向着震 你脑袋早就搬家了 凤晴浅坐在椅子上喝了一盏茶 眼里说不清事例还是怒 你要记着 她是震的皇后 也是震的嫡妻 就是你的主子 别说这震在 即使震不在 你也得掏心窝子对她 世事为她而想 世事为她周全 你既然是震的人 就该如此 凤晴浅将茶盏趴的顺势 端在桌子上 小顺子大气不敢出 凤晴浅起身 看着店外那某某的翠绿 道 出去领阀吧 二十大板 你字得清楚 敢有偷懒逊思的后续 凤晴浅就停住了 小顺子擦擦冷汗 退了出去 这二十板子 打得除了冥幽整个皇宫里的人 无一不知无一不晓 于是伺候冥幽更加当心了 而不是似从前那般 将她看作一个贵家的小孩子 吃饭的时候 冥幽张着嘴 看着凤晴浅送到嘴边的肉肉 转手迅速送到自己嘴巴里 差点没把冥幽气死 凤晴浅悠悠地瞟了她一眼 继续提着筷子吃饭 寻常都是凤晴浅给她喂食的 所以现在凤晴浅来这么一招 手底下的奴才也不敢吱声 只得当作没看见 很明显 凤晴浅就是故意气冥幽的 冥幽气得不行 索性拿起勺子 自力更生 将脑袋搭在碗边 用勺子滚着米饭塞到嘴里 然后抬头气鼓鼓地嚼了几下 一副挑衅的样子 粉诺诺的塞帮子上 还沾着几颗米饭 似一只在暴怒边缘的小仓鼠 凤晴浅看着她这萌样 也就没了气 剩下来的快去的也快 转眼便已入了深秋 宫里面开始忙活起来了 虽然今年的中秋节 陛下交代一切从简 可恰逢遇上皇后的生辰 当然也得格外的重视 离着中秋佳节还有两日的时候 宫外的礼物 已经陆陆续续送进宫里了 明昂每天都要去偏店看看 礼物堆得有多高了 看着满屋子的东西 不由地赞叹 如意 你说等我过生辰那天 礼物会堆满屋子吗 殿下 你年纪小 财迷心思却不小 这东西再富贵 也比不上咱们卫阳殿里的呀 皇帝年纪小 皇后的年纪更小 所以宫里面就只有皇后这么一位正妻 有什么供节敬赫 一股脑的都是送进未央店的 明昂将盒子掀开 抱着一个成人拳头大的夜明珠 宝贝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这夜明珠有些大 她抱着都有些吃力 如意见了接过来 殿下小心砸到脚 放在我屋子里 晚上发光肯定好看 明昂笑咪咪地道 一副小狐狸的脚踝样 中秋节的那天 各个宫依照旧力 发了赏银 宫里贴身伺候的 或者受主子重视的 还特意给了探亲假 中秋团圆结束后 可回家探亲几天 一大早的 明昂就被凤晴浅提起来 让如意拉着洗漱一番 找了一件明黄色的小凤袍给穿上 明昂有些不愿意的 睡眼惺忪地哼哼唧唧地拒绝着 凤晴浅道 等会去敦煌太妃处一趟 朕就带你回明府 明昂的睡意全无 十分高兴地配合着如意穿衣上了 还指挥着如意要给她戴什么回去 如意笑着给她梳了头 青丝挽起扎成双剂 然后将一对青玉绿角发剂插上去 墨黑色的青丝上 翠绿剔透的玉织绿角 周围簇着零碎的红马脑和珍珠 显得俏皮滑贵 明昂还在歪着头看镜子里的绿角 时不时地用手摸摸 似乎欢喜得很 凤晴浅伸手扯了她的发剂一下 快走 小小年纪的 倒是爱臭美 扶月宫内 宫女们端着茶盏糕点 不断地送进去 今天是中秋佳节 当朝的王爷皇子公主们 都理应进宫到太后处请安 太后走得早 除了太后位分最高的 便当属敦皇太妃了 敦皇太妃也早早地换上了公服 梳妆妥当 在正殿里 接受个太妃王爷公主的走访了 凤晴浅到的时候 正殿里已经坐满人了 太妃宫里 今日倒是很热闹 凤晴浅开口寒暄了两句 敦皇太妃起身 闭下来了 众人也起身相迎 明幽跟着进来 悄悄打量了大家一眼 然后就不出声了 小不点 凤晴浅看见她 看见她的装扮 忍不住冲过去 想捏捏她的脸 你真是太可爱了 快给姐姐捏捏 凤晴浅不动声色地 将她塞到自己身后 明幽瞧见她的魔掌 心有灵犀地将脸 藏在凤晴浅的袖子后面 凤晴浅顿时觉得 自己仿佛是一个 吃小孩的千年老妖 撇嘴 我这么可怕的吗 明幽露出脸来 朝着她做了一个鬼脸 皇后年纪是小 可不许这么 和皇后开玩笑 敦皇太妃说了凤晴岳一句 凤晴岳也不是生气 回了一个鬼脸 继续吃自己的糖了 倒是温贵太妃先开了口 今日还是我们的皇后漂亮 瞧着模样 这日后展开了 一定是个十足的 清国清城模样 谢谢太妃 明幽有礼貌地回道 随后 小顺子带着一杆的奴才 捧着东西进来 各位太妃 公主 这是陛下给各位太妃 各位公主的中秋贺礼 各位王爷的奴才们 已经命人送出宫了 美人虽只是一个小匣子 可里面的东西却很名贵 都是上等的珍珠玛瑙 或者翡翠制作成的首饰 温贵太妃倒是喜行于色 先开口道 劳烦陛下有心了 我那身牡丹百绣裙 正好屈套合适的首饰 太妃喜欢就好 凤晴前点头 在座的各自都有自己的心思 可面上都很和善 敦皇太妃见明幽坐在旁边 一脸神幽发呆 笑着开口道 皇后是有些不习惯宫里的生活 还是宫里的奴才 刺我不尽心 明幽回神过来 笑咪咪地道 没有 凤七七对我可好了 如意他们对我也很好 敦皇太妃点点头 意味深长地说道 若皇后被陛下 或者其他人欺负了 受了委屈 就来找我 我定会为皇后出气的 明幽挤出一个笑脸来 谢谢太妃娘娘 大多数到扶月宫来的 不过是走个礼数 先帝的子女也不太多 就三子两女 因此结束得也很快 敦皇太妃被扶着去了内殿 脱去了繁重的外山 画了一身轻巧地坐下来 贴身宫女三若 则是给她揉着肩膀 娘娘一定是受苦了 撑着坐了这么久 奴婢还想着 这次中秋佳节 陛下会不会颁下旨意来 敦皇太妃物字冷笑了一下 你还真当她是个 不懂事的少年来吗 要是有预纸 早在她登基的时候就下了 她和那小贱人 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主 不然这十一二年 怎么会数次都没要了她的命 三若点头 索性娘娘还有大王爷这个指望 九星计划着 可咱们再怎么说 也得做两手准备 过几年陛下就十五六岁岁了 是该做些计划了 先挑些好的放着 三若手里按着肩膀 硬承下 娘娘放心 早就吩咐备着了 这皇后年纪小 陛下成年 谁能抢先生下皇子 恐怕就是一辈子的福气了 敦皇太妃笑着点头 明优出去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地妖公道 怎么样 我说的好吧 凤擎前假装思虑了一番点头 是不错 那你答应给我一盒子的糖果 明优立刻表明她的期望 凤擎前拍了她的头一下 别急 若去了明府 你表现也能这么好 晚上回去就给你 明优眨眨眼 想起那满满的一大盒糖果 眼神发亮 点头 嗯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如意在后面痛心疾首 殿下呀 您能不能尝点心啊 前二位你还哭着说陛下揍了您 你要去告状的 怎么今儿为了一盒糖果就变卦了呢 凤擎前嘴角带着笑 她是答应过 给奶团子一盒糖不错 可没说让她一口气吃了 每天三颗 还不跟以前一样吗 明立虽然嘴上没说 可心里到底是念得紧 还未到时辰 自个先在前院张望着了 心不在焉地拿着水瓢 做事给花草浇水 院子里的奴才心思都明白着呢 只是惧怕她的常见和威严 无意敢出声 爹爹 四糖果儿的声音 明立将瓢一扔冲出去 立马将明优高高地抱起来 小丫头 几个月不见 倒是长重了不少 爹爹 不可以说女孩子胖 说重也不行 还顺带将话堵死了 明立单手抱着她 你倒是越发能说了 随后躬身道 参见陛下 凤琴前点头 抬脚迈了进去 小顺子和如意 只得跟上了 明立刻意带着明优走得慢 稍微远了那么几步后 才小声地开口 哎呦在功力可还好 可有人欺负 虽然说她相信凤琴前会看顾 可毕竟是自己的掌上明珠 生怕哪里受到一点委屈 明优点了点头 嗯很好 只有我欺负别人 除了凤琴前这个大坏蛋 明优在心里脑补了一句 正在犹豫 要不要告凤琴前的状 听到凤琴前咳嗽的声音 想到那满满的糖果 愣是把凤琴前的罪恶 藏在了心里 算了 等她拿到糖果的时候 就回去告状 明优天真的想 凤琴前虽然在得远 可隐约能听见他们的对话 听到小奶团子这么识相 勾起了嘴角 还是小孩子最好哄骗 8月15的习俗 家家户户都是早吃了晚饭 然后一家出去城里城外放盒灯 赏月赏花灯的 明优吃饭的时候 就有些迫不及待了 催促凤琴前 我们快点吃好了出去玩 明优本想告诉她 陛下是不出去的 可没想到凤琴前早先一步答应她了 你把碗里的米饭都吃完 把汤喝了 我们就出去 这一举动让明优有些意外 凤琴前年少 虽然做事格外的老成友主见 可始终年纪不大 但她却像是自己红女儿一般的哄明优 或许是她太偏见了 帝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无情 只能看到权利的 吃完饭的时候 清华给她换了一身普通些的衣服 一身的淡青水烟裙 在月色下 裙长上的弯月祥云显得异异生辉 真如角月一般 角节明亮 明优在月色下欢快地转了一个圈 惊叹道 哇 清华秀的月亮真好看 如意瞧着那弯月祥云 该是用白月光线之秀的 一针一线心思通透 却又充满情意 才能与月光相交辉映 不得不感叹清华的手艺 清华姑娘不只是有玲珑心 这秀活也是出了名的好 竟然连玉秀房顶好的秀娘 都黯然失色了 清华眼嘴而笑 如意姑姑谬赞了 这雕虫小记 岂能和宫里的秀娘攀比 不过是原先有人指点一二 不辜负所学罢了 说到有人指点时 眼里不禁生出一丝感叹道 奇怪的是 连着名利都生出伤感来 如意隐约觉得有事 不敢多问 明优不知道 只是拉着裙子一个劲地看 看看裙子 又看看天上的明月 歪着头道 这天上的月亮是圆圆的 我的是瘦瘦的 那你知道 为什么天上的是圆的吗 清华俯身逗弄他 明优眨眨眼 一脸的机灵像 黎窝浅浅出现 当然了 凤琴浅有些意外 这奶团子大字不识两个 还认识这些 月亮吃饱的时候就是圆圆的 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弯的呗 明优一本正经地说道 凤琴浅无言以对 就知道这货能说出什么有用的 周围的人竟忍不住笑出声来 明优掘嘴 我说的不对吗 凤琴浅拍了拍他的小肩膀 对 说的都对 他这话要记着 等着奶团子知识的时候 再拿出来嘲笑他才好 这夜幕刚降临 大街小巷的行人便多了起来 不到半个时辰 街头已经熙熙攘攘了 明优本就矮 被人推来推去的 有些手脚无措 突然一阵力道 将他从地上举起来 放入怀里 明优的视线第一次略比凤琴浅的高一些 对上他的毛子 小矮子凤琴浅忍不住吐糟道 这一句暂短 可却又扎心窝子的吐糟 让明优刚才的感激 如大江东去 一去不复返 明优双手忽然捏上了他的耳朵 气呼呼道 我才不是小矮子 凤七七 你欺负人 长风跟着他们后面 心里略微鄙视了凤琴浅一下 心里呐喊喊道 陛下 您的英明神武 不禁声人的气势去哪里了 怎么动动起奶娃娃来了 我说的是事实 凤琴浅面对他的攻击 平静地陈述了事实 明优看着他一脸坦然淡定的 越发气急了 脑袋一猛 张嘴就朝着他的下巴一口 嗷呜 尖尖利利的乳牙 碰到凤琴浅的皮肤 带着一些轻微的疼痛感 和痒痒麻麻的感觉 凤琴浅身体呆滞了一下 这触感蔓延到四肢 凤琴浅眉头微微地动了一下 做出一副十分嫌弃的样子来 放开 不然我就把你牙给拔了 明优听到他的话 迅速地松开来 看着他冷漠的神情 生怕他的牙真被拔了 于是胡 歪头伸过去 在他下巴浅浅的牙印处 轻轻用唇碰了一下 抬起头来 不安地看着他的神情 凤琴浅只觉得 比水晶高还柔软的东西 碰了他一下 软软的 却带着十分香甜的气息 心底深处宛若烟火 叫嚣着生腾起来 炸裂在天空 璀璨一片 明优怕他生气 又低着头给他吹了吹 不安道 你不会真的拔了我的牙齿吧 下一秒 立刻捂着嘴巴 生怕凤琴浅真的动手 从僵硬呆滞中醒过来 凤琴浅看了明优一眼 却未多说一个字 长风恍若看见凤琴浅的耳朵红了一刻 眨眼在看时 已经恢复寻常了 长风揉了一下眼睛 嘀咕道 莫不是我看错了 我们去买盒灯 凤琴浅似寻常道 声音清冷 似乎事事都与他无关一般 若不是长风眼睛间 真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 几人走进小摊贩的摊位前 小摊贩很有眼力地 即可拿出最贵的荷花灯来 公子小姐们看看 这是本店最精致漂亮的荷灯 三十文一盏 可不是这些三五文的荷灯能比的 明优对他手里的荷灯有兴趣 挣扎了下来 看了半天 你哄小孩子的吗 我看就是一样的 小摊贩解释 怎么会一样呢 这纸料都是极为讲究的 最好的纸张 最好的颜料 您瞧这橙色 若不是几位看着都是有缘人 这荷灯给我三十文 一盏我都是不卖的 凤琴浅看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纸张是略有差别 可色料都是一样的 真当他们眼瞎吗 明优看看普通的荷灯 我看他们长得就一样的 同样是荷花灯 你卖这个三十文 不是看不起其他的荷花灯吗 小摊贩被他脑回路惊呆 要不是看他衣着精致不俗 他早将这捣乱的熊孩子赶出去了 这瞎说什么大实话 没事瞎捣乱 如意听到他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 看向小摊贩 我说小哥 你这么做生意有些不实称 这也就用了稍微一两文的纸张而已 怎么就要了天价 我们去那边看看 明优听到前面的人吆喝着兔子灯 兔子灯 老虎灯 走过路过都来瞧瞧 凤琴浅牵着明优就准备走 小饭急了 哎呦 别急着走啊 十五文 怎么样 明优皱皱鼻子 我才不信你鬼话呢 我听到旁边说一文前一个 小饭差点没气地吐血 这熊孩子听谁说的 但又生怕他们真走了 咬牙道 行 一文钱一个就一个 最后明优心满意足地 拿两个荷花灯走了 如意小声问 殿下 您从哪里听到两文钱一个的 明优笑嘻嘻的 对面 但是他没买到 凤琴浅忍笑 他听力好 自然是早就听见了 对面有人买花灯 确实是有人说价一文钱一个 但是小摊贩没卖 河道上拥挤的人群 让他们的步伐越发慢了下来 凤琴浅的肩膀被撞了一下 他第一反应就是将明优护在自己旁边 一抹眉红色撞入眼前 娇俏的声音响起 公子抱歉 是否有伤到你 凤琴浅冷清的脸上 吴多余的表情 暗暗地略微扫了他一眼 发现他并未习武 这才摇头 冷漠道 无碍 我实在担心 公子有何不妥 还是请公子一步 我请大夫看看 无恙我也放心 或者公子的家在何处 我请大夫上门 女子双眼直勾勾的盯着凤琴浅 下一刻恨不得抱上去 一副恶狼要吃小白兔的样子 明优被挤在两人中间 看着快要贴到他身上的女子 明优使出吃奶的劲推着他 以防他将自己压扁 你快压到我了 明优严重抗议 他虽然个子小了些 可还不至于被忽略吧 女子低头一惊 迅速往后退了两步 不好意思 公子 我没有看见令妹 女子觉得凤琴浅看样子 也就十二三的少年 这四五岁的奶娃娃 明优皱眉 十分认真道 我可不是她妹妹 你看我们长得像吗 抓了抓凤琴浅的袖子 奶生奶气的蒙英 抱我 音音 公子 你妹妹好可爱 公子实在太有爱心了 照顾令妹这么细心 眉红群长的女子 似乎没听进去明优的话 一直在找机会跟凤琴浅搭话 明优对上她那如狼似虎的眼神 瞬间觉得自己的东西要被抢走了 于是咬唇想了一下 一把抱住凤琴浅的脖子 大声道 我不是她的妹妹 我是她花了很多钱娶的媳妇 那气吼吼的样子 仿佛女子碰一下凤琴浅 明优便会冲上去咬她 凤琴浅心里莫名得意 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如纸水 点头 女子一正 随后露出很同情的眼神来 那公子一定很不容易了 要照顾这么小的妻子 公子可考虑过 娶另外的妻妾 在明优看来 娶就是要让凤琴浅花很多钱 去给别人买好吃的好玩的 这怎么可以 于是急了 她没钱 而且你长得的丑 她不喜欢你 你 你说我长得愁 女子似乎受了很大的打击 睁大眼睛不可置信 明优点了点头 关键是 凤琴浅也认真的点头 凤琴浅这一动作 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大树 女子哭着便跑了 明优疑惑 我闯祸了吗 那小姐姐似乎哭得很伤心 其实她长得好看的 她就是故意说说气她一下的 万一真把她的金饭碗抢走了怎么办 清华说了 跟着凤琴七 这个金饭碗 不只是有肉吃有汤喝 还会有无数的糖果好吃的 虽然她不太理解 金饭碗是什么东西 凤琴浅翩翩翩火上浇油 一副认真样说 没有 你做得很好 明优的举动让她心情愉快 当然没什么错了 再说 她也讨厌这些没眼见的阿猫阿狗 明优听了她的话 顿时又恢复了活泼 长风嘴角疯狂抽动 陛下 你是魔鬼吗 没看见方才人家哭得梨花带雨的吗 长风意识到一个问题 按着凤琴浅的教导 以后皇宫里面可能有两个魔鬼 而且还都是大魔王级别的 想到未来暗无天日的日子 她顿时有了窒息感 以后要被这恶魔组合 坑晕 呜 人生前途一片黑暗 明优抱着荷花灯 看着满壶面大大小小 颜色形状不一样的荷灯 脸都愁在一起了 这么多灯 那河神要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的愿望 凤琴浅看着 单手抱起她就走 我们往下游走走 下游人少荷灯少 转身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长风 眼神指向河里满满当当的河灯 长风差点哭着脸 一脸无奈 主子叫她解决了河灯 可这满河密密麻麻的 好像仰望天空怒吼一声 属下做不到啊 可想到凤琴浅那冷的 能杀死人的眼神 长风向恶势力低头了 反正陛下为难她 她可以去为难 她那一帮怎么用的属下 做不好先砍了他们的头再说 她死也得拉一帮垫背的 隐藏在附近闲聊的侍卫们 不由地哆嗦了一下肩膀 随时深秋 可还不到冷得到哆嗦的时候啊 一直顺着河岸往下走 没见河灯怎么少 凤琴浅看了一下月色 俯身道 我带你去高处赏月吧 明幽指了指远处的桥 那儿吗 凤琴浅看了一眼月亮 提着她一月就上屋顶 明幽吓得啊了一声 紧紧地抱着凤琴浅 眨眼的功夫已经站在青瓦上 凤琴浅踩在上面 发出轻轻的嘎吱声来 看了一眼闭着眼睛 怂得要死的明幽 你打算闭着眼睛赏月 明幽偷开一丝缝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在瓦片上了 这才放心一丢丢 伸着头看四处 哇 好高啊 瓦片有些松动 明幽虽然个子小 可踩在上面也会发出嘎吱声 瓦片还会有移动 凤琴浅抓着她的手 嘴上却吓她 你这么重若是漏下去 我可不捡你 明幽还真被吓到了 呆滞得一冷 随后反应过来 你这么大只都不掉下去 我怕什么 凤琴浅伴坐着 享受着秋风凉凉拂过 明幽则是望着月亮 估计咽了下口水 你说月亮是什么味道 说着还认真的回头 看凤琴浅 凤琴浅黑线 这话说的非得这么杀风景吗 明幽见她不吭声 弱弱地补了一句 要是可舔一下就好了 朕不知道月亮什么味道 但是可以让你尝尝 黄天后土 后土的味道 她这取得什么皇后 活脱脱一只恶极眼的小猪仔啊 明幽皱鼻子 土的味道不好吃 你还真吃过 凤琴浅惊呆了 她养了一个吃土的皇后 那以后一定是可以省下大笔的银子的 明幽小大人似的叹了一口气 没有 当鞦韆的时候 摔在草地上 啃过一口 好难吃 哇 和灯真的是少了 明幽欢喜着 将自己的荷花灯放在水里 有模有样地双手和食 小声嘀咕道 和神伯伯 我想我娘快点快回来 还有我今年 想尝尝月亮是什么味道的 前一刻还有些伤感的异味 等她下一刻说出话来 方才的伤感便烟消云散了 附近的树上树枝不住的颤抖 长风蹲在树上 捂着肚子 差点笑出眼泪来 扑痴 皇后娘娘的愿望太可爱了 这么认真的许愿 想尝尝月亮的味道 动静大的 连明幽都感觉来了 周围沙沙在想的是什么东西 里面有妖怪吗 和神听到你的愿望了 凤琴浅忽悠道 结果明幽还真信了 激动地朝着水里吼了一嗓子 谢谢和神伯伯 凤琴浅 看着荷花灯越飘越远 明幽才心满意足地 牵着凤琴浅的手回去了 藏在上游桥洞附近的人 这才小心翼翼地 将隔离的网打开 满河道的荷花灯 顺着水流而下 凤琴浅回到宫里的时候 小声地交代了如意几句 如意便躬身下去了 明幽好奇凑过来道 你们在说什么呢 你不是想尝尝月亮吗 朕有法子 凤琴浅道 不一会儿 便听到了如意的声音 殿下 快来尝月亮 明幽哒哒哒地跑过去 乔建院中间 放着一个金盆 盆里盛满水 月亮倒影在里面 隐隐欲动的 明幽瞪大眼睛 看了看天上 再看了看水里 这是月亮的影子吗 出其意外的 明幽还知道水里的倒影 凤琴浅认真哄骗道 谁跟你说的 这就是月亮 不信你尝尝 凤琴浅不知从哪里找到的白瓷汤匙 在水中的月亮咬了一下 递到明幽的嘴边 你闻闻 明幽看她 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孤寂孤寂地喝了两口惊讶 凉凉的 还有一点点梨子的味道 看着盆中的月亮 明幽欢喜 哇 还真是月亮的味道 四岁的时候 中秋佳节 逢明幽生日 她生平第一次知道 月亮是什么味道的 是凤琴浅送她的礼物 凤琴浅十四的时候 明幽才六岁 六岁的明幽 足以闹得整个皇宫人养马翻的 特别是这两年 明丽的身体越发不好 常常数月的出远门治病 如此一来 治得住的也就只有凤琴浅了 群臣听闻 纷纷上奏请凤琴浅 将明幽也送去国学院 对于他们来说 一个成日里灵活的 跟一个猴子似的皇后 显然不是奶油果想要的 这几年来 凤琴浅长大逐渐成年 势力越来越多地 回入到她手里 群臣更加不敢得罪 只得提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明幽在为着鱼时 听到如意的消息 立马窜了起来 什么 凤七七同意了 不是说好 可以不让我读书的吗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谁答应你的 要是不读书 没人约束着你 只怕越发无法无天了 凤琴浅穿了一身 金黄色的帝王龙袍 站在阳光下 发色如墨 炎如冷遇 清冷俊逸 神色都开始逐渐褪去稚嫩 越发有帝王的威严 我还小 你三年多以前就这么说 凤琴浅挑眉 朕已经给你决定了 后天一早如意 会送你过去 明幽气鼓鼓地 棱在原地 凤琴浅回身 怎么 午膳不用了 亏得正还吩咐 特别做了糖醋鱼 明幽本来想狠狠地拒绝他的 他要用绝食来抗议 可下一秒腿不由地跟着过去 张口就到 吃 凤琴浅转身回去的时候 嘴角忍不住勾了一下 他太清楚明幽这性子了 在吃的面前 他哪里还有什么气 你若好好听太妇的话 好好的学 想吃什么 震斗答应 凤琴浅抛出一个诱惑来 咕噜肉 红烧凤芦鱼 蜜汁鸡腿 我筒筒都要 明幽趁鸡道 小顺子跟在后面 心里嘀咕了一声 照着殿下这个吃法 本就珍惜的东西越发灭绝了 这凤芦鱼 肉质仙不腥 全身除了鱼几股无一颗的绒刺 一年四季能养出两三百尾就不错了 单砖供皇室享用 这蜜汁鸡腿的鸡 都是深山里散养出来的 一年到头来喝的是招鹿 饮的是山泉 吃的是野生树根 一年来供送来的不足一百只 别说寻常人 这整个天下 能经常享用的也就必下了 南宣王府虽然能用 却也只是偶尔能分道 明幽去的时候 国学院的学生已经三三两两的到了 学院里大大小小 不过只有十几个学生 年纪大的未超过十八 最小的也就是他六岁不足 他来得晚 所以位置被安排在了最末尾 靠着窗子的地方 如意将他用的笔墨纸验收拾好 特意嘱咐 殿下 这慕容太父是出了明的脾气倦 宁可少惹 明幽点点头 好 如意看着他这样 也不确定他听进去了没有 凤脚月过来拍了一下如意的肩膀 你放心吧 这不由我罩着他吗 如意查点忘记了 还有四公主也在国学院 顿时更加不放心了 四公主看着更加不靠谱了 会不会和殿下闹起来 闹得学院鸡飞狗跳 只得恭敬地敷衍着 那就有劳烦殿下了 明幽看看他 生怕他下一刻冲过来又捏自己的脸 于是拖着脸道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六岁也是小屁孩凤脚月得意道 上课的时候 明幽发现慕容太夫讲的那些东西 他一概都听不懂 只好拖着脑袋神幽发呆 浅浅地叹了一口气 哎 真不明白 凤七七为什么非要我来读书 慕容太夫布置了其他人来领帖的时候 便过来了 瞧见明幽发呆 轻轻咳嗽了一声 明幽回神看见他 立马换上一副小无辜的表情 太夫 我还小 听不懂 言外之意就是你别管我了 你瞎忙活你的吧 没想到太夫理解的点点头 嗯 那些对你而言 确实是太高深了 明幽眼里放出一丝亮光 期待他的下一句话 所以 我会教殿下一些简单的字 以供殿下练习 慕容太夫很沉稳地回答 啥 明幽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慕容太夫似乎是看破他的想法 却没多说 而且还十分热情地道 殿下不必忧心 欠缺的知识 我都有信心给您补上 明幽虽然年纪小 可此时 此刻觉得 他胸口隐约浮动的一口老血 稍不注意就要喷出来 心里的小怪物怒吼 喵喵的 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慕容太夫极其耐心地 写了几个简单的字 一笔一画地拆开 给他做例 递给他 殿下就看着这些练习吧 散学的时候 一共交二十章过来 我 我不会写 明幽小声道 慕容拿起笔来 让他握着 明幽故意一把地抓起来 慕容环视了自己身上一圈 将腰间的一颗浴室坠子扯下来 塞到明幽的手里 再把笔给他握上 以便调整他握笔的姿势 以后你链子的时候就这样拿笔 明幽没借口 只得默默地随着他的手写了几个字 慕容握着笔杆 明幽小手里捏着玉石 再握上笔杆 一笔一画地跟着 慕容的耐心极好 一个字连着交他联系了十几遍 老狐狸式的笑容放出来 没事 殿下学得慢不要紧 我有耐心教诲您 慕容早就看出他是故意地来 且先前陛下早就传了口训过来 皇后积紧 略完略 慕容飞快地摇头 挤出笑容来 不劳烦太富了 明幽看着那白白净净的纸张 内心涌出一番灵感来 十张 那他努力把字画大一些 一张一个字 岂不是 慕容似乎在他肚子里 长了一个心眼 转头道 殿下不要松懈取巧 每张纸至少要写二十个字 写得要规矩整齐 明幽想鄙视他 你说我肚子里的虫虫吗 明幽握着笔慢吞吞地写着 慕容监督着其他学生 时不时地过来瞟一眼 直到他那个笔划不稳重 哪个笔划写得不太顺畅 看着他慢悠悠地来 笑道 殿下可以慢慢写 反正这些课页写不完 是不许回去的 明幽手轻微一抖 玉石掉落在桌子上 磨牙道 谢谢太傅提醒 这慕容太傅 一定是在他肚子里 藏了一只蛔虫 不然哪里能将他的小九九 猜得那么清楚 明幽上午磨磨蹭蹭地 写了六七章 午休小七后 不得不抓紧时间写 生怕下雪的时候 慕容太傅真的将他扣留了 回去晚了 那咕噜肉可就没有了 他字本来写得就丑 加上着急忙慌 所以写得更加丑了 明幽听到窃笑 你瞧他写的字 比狗爬还丑三分呢 周围响起嘀嘀的嘲笑声 明幽皱眉看过去 声音又停了下去 连说话的声音也停了 明幽没找到 只能埋头写字了 等他低头的时候 又听到熟悉的嘲讽声 明幽这次学聪明了 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猛地抬头 果真抓住了嘲讽他的人 一个个头略微比他高一些小少年 眼里还流露着 星号星号楼的鄙视 旁边的人推了他一下 他似乎还有些不服气 推我干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他不就是关系户进来的 明幽心里翻了一个白眼 哼了一声 并未理他 继续埋头写字了 他现在不想和这猪头计较 等以后找到机会 非揍死他不可 小少年真以为他有些怕自己 心里的底气顿时更加足了 这皇后也就是个直老虎 没什么好怕的 明幽还是敢在下学之前 完成任务 慕容太傅看着他这歪歪斜斜的字 眼睛抽了几抽 摁了半天 勉强点点头 嗯 还凑合 希望殿下接下来不要松懈 勤家练习一定会有所成 明幽觉得 要么这慕容太傅 就是有眼疾 要么就是真的很能说瞎话 要是凤琴浅看到他这次 估计屁股得被揍开花 不过明幽也不介意 欢快地跑着出去了 反正能回去就行 晚膳的时候 凤琴浅问 今天在学院表现怎么样 很好 慕容太傅说 我的字写得很好 明幽很如实地说了 慕容太傅的夸奖 凤琴浅目光一动 加了一筷子肉到他嘴里 哦 是吗 当明幽说慕容太傅 格外夸他的字好看的时候 凤琴浅便知道慕容的意思了 明幽许是不知道 慕容太傅的字 算是天下第一好的了 他敢称第一 没人敢称第二 据他所知 慕容可没认真夸奖过谁的字好 这么说来是故意告诉他明幽的情况 也是给小皇后一个面子而已 看着凤琴浅诡异的笑容 明幽觉得怪怪的 可却说不上来 夸他凤琴浅 好像不是那么激动高兴吗 一连着练习了五六天的字 慕容太傅终于敢让他读书了 只是简单地背些三字经 可半天早上 明幽愣是没背下什么来 慕容太傅的戒齿晃悠晃悠的 明幽的小心肝 忍不住颤了那么一下 生怕下一刻 这戒齿真的落在自己的小手上 皱了皱眉 睁大无辜的眼睛 慕容太傅 你打的是皇后的手心哦 慕容太傅瞥了一眼 殿下 我知道 整个天下都知道的事情 我还没那么孤陋寡闻 慕容装作不知道她话里的意思 这小丫头 年纪这么带点 倒是精灵得很 知道用身份来压人了 明幽看她不卖皇后的面子 立马道 太傅 可我年纪还小 而且要是手板心打坏了 这怎么出去见人 慕容太傅 殿下放心 我的力道拿捏得很好 毕竟打过那么多的人 只会疼不会肿的 明幽没法子了 这慕容太傅软硬不吃 只得咬牙心一横 硬生生接了慕容太傅的戒齿 啪 戒齿的声音落下 明幽的手心泛红 明幽眼睛睁开一条缝隙 看了一眼 瞧见戒齿又痒起来 立马又闭上了 一副壮士慷慨赴死的气势 慕容看着她那又耸又傲娇的模样 明明怕得要死 可却一声不吭地受着 虽然戒齿的力度已经放轻了很多 慕容手里的戒齿 怎么了落不下去了 明幽等了很久 心里越发惧怕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要上断头台的死刑犯 知道刀要落下去的 可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 睁开眼来 慕容太傅已经拿着戒齿过去了 下学的时候背不出 就留下来背出为止 明幽本来松了一口气的 可听到她的话 小脸垂了下去 那还不如一次性把手板心打完 放她回去呢 今天背书的 有四五个都是背得不好的 统一背打了五下手板心 一直流到了下雪 明幽手里拿着书 整个人的心思 却都不在上面 看见如意在窗外远处 和院里的小厮说话 一会儿急吼吼的就回去了 明幽顿时觉得 更加没有指望了 看这个样子 她估计得被关到明天 约莫半个时辰 书没背出 明幽已经开始打瞌睡了 浅浅的睡梦中 她似乎听到有人说话 声音特别熟悉 像是山间流淌过的清泉 又像是春天空旷处 肆无忌惮的春风 睁眼瞧去 模样越发清晰了起来 是凤七七 明幽的意识顿时清醒了很多 江叔仍在桌子上 冲到了凤琴浅的跟前 抓着她的袖子 努力地眨眨眼睛 一副没人要的小可怜样 凤七七 你终于来接我了 听她那悲凉中 带着孤寂的声音 可怜楚楚的小模样 若不懂在场关系的 铁定以为是哪家 没良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小孩 眼泪一直在矿里打转转 却一直没落下 呜 我的手板心好可怜啊 都被太夫打哭了 明幽伸着小手诉苦道 发红的印子都不在了 凤琴浅看去 只是一片白嫩嫩的手心 明幽不知道 之前太夫跟她说了什么 现在她指示道 慕容太夫 快到宫里晚膳时称了 要是皇后未回去 耽误了用膳的时称 御膳房还得重做 劳民伤财 一年下来 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慕容太夫点头 也未多说 恭声道 恭送陛下 凤琴浅抓着她的手 便出去了 明幽刚才的眼泪不去不复返 兴奋到 还是你厉害 要不以后下学的时候 你都来接我吧 凤琴浅勾唇 并不出声 小顺子莫念道 得了 这下养的不是同养习了 是闺女 晚膳的时候 菜品格外的丰盛 一系列都是明幽爱吃的菜 明幽激动的拿着勺子 等待凤琴浅给她加菜 由于明幽小的时候 没学会用筷子 进宫的时候 凤琴浅又喜欢投喂她 于是六岁的明幽 还是一如既往的 用筷子加不起东西来 都是用勺子的 凤琴浅没动筷子 看了一眼菜 我听太傅说 今儿没认真背书 明幽暗道不好 凤琴浅打算秋后算账 明幽看向她 凤琴浅 我饿了 我们先吃饭吧 吃了饭她立马 跑回卫阳店里睡觉 等过两天 这是过去了再说 小顺子 把这道荷叶手司机撤下去 小顺子不解 指的照办 明幽眼睁睁看着肉肉 被撤走了 凤琴浅看了一眼 继续道 还有这道凤尾鱼翅 马脑膏也撤下 明幽急了 不徐 不徐 都是我爱吃的 那把这个菜换下 明幽指着那盘 素炒的青菜道 小顺子棱着 拿也不是 不拿也不是 凤琴浅立声道 长本事了 朕的话也没用了吗 小顺子立刻让人端走了 躬身站在一旁 大气不敢出 以后 若再学不好 朕不罚你 每次输背不好 撤一道肉菜 等你什么时候背好了 什么时候再吃肉 凤琴浅明白 明白明幽的性子 更懂得 打蛇打七寸的道理 光靠着慕容太傅的打罚 根本起不了什么效果 对付这小丫头 还得拿她在意的 这让她三两天不吃肉 看她还知道轻重不 凤琴七 你虐待我 好可怜啊 我小小年纪还在长身体 吃不饱穿不暖 明幽控诉道 看着桌子上 仅仅剩下的两道肉菜 悲痛交加 凤琴浅淡然道 快吃吧 照着你的性子 估计接下来好几天 都没机会吃肉了 明幽感觉前途一片灰暗 然后接下来的两天 凤琴钱果真说话算话 明幽也没负重网 果真每天都被留下来背书了 然后一连着吃了一个粥的素 凤琴钱只能每天 都准时准点地 去国学院要人 明幽抱着自己的大兔子 躺在自己宫里的草地上 唉声叹气 如意在一旁 殿下 您最近两日 好像都尾米不振的 尾米不振是什么 明幽连三字经都背不全 更听不懂这些了 嗯 如意无奈 她总算是知道了 陛下为什么可以纵容她不学规矩 但是一定要读书十字了 好久没吃肉 本宫感觉全身无力 想吃肉 明幽缠滋滋 有气无力地看着 蓝天白云发呆 这凤琴七太过分了 不给吃肉 只能吃素就算了 还通知御膳房和卫阳店的 一律不准给她吃肉 她现在能看见的肉 也就只有自己和黑尔了 想着沉重地看了黑尔一眼 黑尔似乎感受到了 她恶狼的注视 蹭得一蹬双腿 呲溜呲溜地逃跑了 明幽叹气 我只是看看 又不会真吃你 她一个皇后 居然沦落到 看着兔子解解馋了 还在冷神中 突然闻到烤鸡翅的香气 明幽如同小兔子一般 耸了耸鼻子 不停地吸气 好香 鸡翅的味道 凤琴浅明黄色的龙袍 进入她的眼帘 哼 你倒还真是狗鼻子 身后小顺子 毕恭毕敬地 端着一个小石盒 明幽也不恼 装作没听见 翻身不理她 虐待小孩子的大坏蛋 她不想和她说话 不吃鸡翅了 那真让人丢出去 喂你的兔子了 凤琴浅故意道 明幽蹭得起身 胸道 兔子不吃肉的 那萌嘟嘟的小脸上 带着几分脑 可却又忍不住不说话 过来 凤琴浅抬脚先进去了 明幽慢吞吞地跟上 凤琴浅坐着 明幽十分乖巧地 站在她旁边 若不是那深深吸气的声音 对凤琴浅听得一清二楚的 准以为是她转性乖巧了许多 明幽难得这么老实 只是为了两只鸡翅膀 凤琴浅心知肚明 想到此处 脑袋上不由得多了几条黑线 脸色十分不好看 这副模样若传出去 说她日日好吃好喝地给着 谁会信呢 小顺子随后将书和一打指 搬了过来 凤琴浅道 以后正每天教授 你一个时辰的功课 啊 学好了 每天都有肉吃 学不好 以后你就改吃素吧 凤琴浅的话 似一瓢冰冷的凉水 浇醒了明幽的侥幸 把之前慕容太夫教习的你 温习一遍给真听 凤琴浅指着三字经道 寻常的孩子 四岁左右三字经 也能背出大断了 唯有这蠢丫头 都六岁了 大字还是像前两年一样 认识那么二十来个 也就是说 她这两年半分 长进都没有 这也是凤琴浅 为何要同意 她去国学院的原因了 人之初 姓本善明幽 也就开头几句读得顺利些 后续大多数的字都是不认识的 凤琴浅将她不认识的字 都挑了出来 一遍一遍地教她 狗 你又看了看 我记得狗不是这样写的呀 你说的那是旺财 来福 不是这个狗 这个狗是指如果 大致便是 如果从幼时便不好好教导 人性的良善会变邪恶 凤琴浅可谓是 拿出十足时的好性子来教她了 长风坐在外面打盹 心里想着 陛下的性子 都给这小丫头蒙好了 这真的不是养媳妇 是养闺女 陛下的慢慢养七路 才开始第一步 明幽为了吃肉 只得认认真真的学着 在慕容太夫的耐心严厉教授下 凤琴浅每天给她开小灶 明幽终于是断断续续地 学会被三字经了 明幽给凤琴浅抽查了一段 期待地看着凤琴浅 一副快表扬我的样子 凤琴浅装作看不见 略微点点头 言语里表现得略微 带那么一点嫌弃 嗯 还行 明幽闪亮亮的小眼神盯着她 这就完了 没有肉肉 没有奖励 不是说好我学好了吃饭的时候 就会像以前一样 有很多肉肉吗 明幽养着头 对她抗议道 凤琴浅一脸老谋深算 摸了摸她柔软的青丝 朕可没这么说过 偶尔加个鸡翅鸡腿 还是可以的 乖 你再长身体 多吃些青菜白菜 对身体好 茵茵 你个大坏蛋明幽气的剁脚转圈 依着你的食量不节制 恐怕朕的国库 都要被你吃空了 凤琴浅调侃道 她倒也不是真心疼这点银子 只是明幽这丫头挑食严重 已经到了无肉不欢 看见素食就不吃饭的地步了 明幽气了半天 发现她真的奈何不了凤琴七 这个大坏蛋 她终于理解了 如意那句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 在整个诺大的皇宫里 她可以欺负任何人 但是唯有凤琴七 凤琴七比她厉害 凤琴七可以欺负任何人 还附带加上她 这就让明幽很心塞了 果真 做皇帝才是最好的 找不到欺负凤琴七的方法 明幽小脑袋里的 唯一能想到的是抗议 抗议 抗议这个大暴君的恶行 所以她偷偷密谋了一个计划 她要跑路 逃离大暴君的暴政 明幽在店里转悠了两圈 目测了一番要收拾的东西 便借着散布的名义 出去踩点了 等她看好路线 她就收拾东西跑路 远离暴君大坏蛋 明幽在宫里近三四年了 宫里的路算是比较熟悉了 能去的地方都大致去过 所以她也比较清楚 哪些地方比较僻静 没有工人过多管理打扫 以前便听长风说 这僻静荒废的公园里 常有野狗野猫打的洞 她记着先前一两年 她还在某宫墙的草丛处 发现过狗洞 她完全可以钻出去的 见过殿下 参见殿下 路过的工人 一路给她行跪拜礼过来的 所幸的是 大多数工人都是没接触过她的 所以也不敢多问她 为什么独自一个人 去哪里 转悠了许久 都没找到印象中的狗洞 有些垂头丧气的 仰着头看着高高的工墙 有些淡淡的忧伤 她也没法子像是长风 凤击击那样飞过去啊 殿下怎么独自一个人 如意姑姑呢 明悠听到声音 转头看去 正是巡逻的侍卫队长 明悠看了他们一眼 脑筋转得贼快 做出一个虚的表情来 小声道 没有 我和如意在玩捉迷藏呢 你们看见 她藏在哪里了吗 侍卫队长摇摇头 属下等没有见过姑姑 明悠小声道 那你们轻声点 快点过去 不然等如意发现了我 我就打你们板子 明悠故意吓唬他们 看明悠的样子 侍卫队长便不以为奇了 带着巡逻的侍卫 缩手缩脚的轻声走过去 侍卫队长还低声警告他们 都小声点 别碰到什么东西了 明悠看着他们 缩着脑袋的猥琐样 乐不可知 这群笨蛋找到狗洞后 明悠便急匆匆地回去了 要是晚了 可就惹来凤七七这个老狐狸的怀疑了 明悠异常地乖叫 吃了晚饭洗拜拜后 就准备睡觉了 没缠着任何人 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也没要求讲故事 如意怕他有什么反常 在店外比寻常多守了两个时辰 才会去睡觉的 殿下 如意听见宫女们说 今早他一直没起床 看了看已经高高挂着的太阳 已经差不多到四十了 按理来说该是起来的了 如意叫了两声没人音 只好先推门进去了 请店里寂静无声 如意寻了过去 并未发现明悠的身影 摸了摸床榻 已然没有了温度 心里一紧 立刻出去召集了一杆奴才问话 可却没人注意到明悠的动向 如意心急如焚 虽然大多数可能是明悠 又躲去哪里玩了 可这是皇后 哪里容得出一点岔子 立刻吩咐工人 停下活去找人了 你们都给我仔细问 仔细找 问问那些修剪花草 清扫的太监工女 半个时辰统一回来禀报 如意想的是 明悠应该是像之前一样 去了哪个宫 或者哪个角落里玩去了 明悠年纪小 性子贪玩 这种偷偷去玩的事 也是常有的 若直接惊动了陛下 免不得闹得鸡飞狗跳 先找一圈再说吧 凤情潜散了潮 还在书房里 听着长生的密报 小顺子在门口转悠了两圈 咬牙还是敲门了 陛下 有要紧事 小顺子话都有些飘 胆战心惊的禀报 这个时候禀报的死 不禀报也得死 何事 殿下 殿下不见了 小顺子说着 气短了起来 凤情潜 进来 毕 陛下 如意派人来禀报 说殿下不见了 小顺子说着 声音小了下去 如意他们找了小半早 都去个宫里问过了 都说未见到殿下 怎么这会才来禀报 凤情潜的脸色不太好 孕怒道 起初 都以为殿下是贪玩 去玩了 所以只是吩咐大家去找 可基本宫里转了一圈 个宫都说未见到 凤情潜急得 是有人会对他不利 将他抓去 毕竟他出了事 名利一派的 未必会一如既往的支持 即使支持 也未见得心里 不会有隔阂 这也就是从 匪育的事情上 他便有所察觉 所以这么些年 他基本都是 亲力亲为地照顾名忧的 为了就是 暗防不良用心的人